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Gender Study Seminar,我们United Proud Women最近的updates,先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吧,Justine Kiz,大家对我们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的核心是想empower我们的女性性少数的社群成员,然后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从个人成长的形式,从collaboratively的大家一起network, 然后建立support system,这样within community的这样一种形式和outreach的形式,就是做一些social advocacy,然后以这三个pillar来共同完成我们的这个empowerment的agenda,最近我们我们的新闻包括建立了更多的微信社群,我们目前有LA就是南加这里的社群,然后也有北加的就是湾区那里的, 然后西雅图的好像马上在建,然后还有boston,然后也有global的社群和最近成立的一个叫danger zone的社群,然后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就可以随意的发言,所以里面就有一些比较极限的发言,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加入, 然后之前在LA采访青年女性活动家的这个铁链女项目,和最近刚上线的这一些关于女性身体健康的谈话会讨论,最近的一期是讲这个性安全方面的姿势,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来了解一下, 我们目前的平台有YouTube,YouTube上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gender study seminar的这些信息,和包括还有一些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科普,都在YouTube上面有定期的发送, 还有instagram,wechat,discord,如果有想要合作的话,欢迎也可以email我们,或者来查看我们的网页了解最新的updates,先请tory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老样子,好的,大家好,我叫tory,然后我现在是phd candidate in sociology,我在universe of british columbia,现在现居温哥华,然后我的research interest 包括gender and sexuality,然后还有migration,还有social theory,我现在的dissertation做的topic大概就是中国LGBT,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移民状况,然后我的教官员我的教育背景,我本科是Universal Virginia的,我当时学的是历史,然后后来我到了西卡古,然后开始转到了社会学,然后后来就又申请了社会学这方面, 的phd,就对,然后欢迎大家,以任何的方式跟我connect,这上面有我的应该第一页好像有我的邮箱,然后我在我也在微信的群里,欢迎大家多rech out,好的,谢谢tory老师,然后我是ringo,我和雨昕是,呃,算是我们这三分的的course assistant,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无论是在我们seminar群里,还是以各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如果有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有任何问题,包括课程材料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是,我们非常简单的过一下safe brief space agreement,相信来参加这样的seminar,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这样的agreement,首先是positive intent,就希望大家能互相assume,呃,对方或者发言的是好人,就如果,呃,听到比较offensive话的话,就是, 就是,还请大家double confirm一下,然后,呃,confidentiality,就是希望大家在这里分享的,尤其是比较personal内容,就是,希望是在这里讨论不要外传,diversity,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讨论的时候做到求同存异,尊重,呃,大家的diversity,然后self care呢,就是,呃,如果讨论中有遇到一些比较triggering的话题,或者不想聊的,也可以随时take a break,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舒适的程度来分享,然后sharing,learning,growing,然后欢迎大家speak anytime,随时chime in,第一篇paper是Nicolas Barkowski的gender trouble,然后在具体讨论这篇paper之前,想请tory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教授,嗯,好的,对,其实这位教授对于我来说也比较陌生,因为他这个应该是 欧洲,呃,这个学派的,然后在北美求学的我就,就觉得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但是我觉得这篇paper还挺有意思的,他主要是讲,就是关于中国的女权的发展,在他写的这,呃,大概是 九几年到2010年左右吧,好像,嗯,然后他对女权,中国的女权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自己应该是会说中文的吧,然后 其实我也从这篇paper里面学到了很多中国本土的一些女权的理论,我就介绍到这里吧 我看他在那个线上还和其他的教授有所互动,就上次那个tani老师的那个sapper,他也在 很有意思,是录像了的那个吗?对对,他经常想跟他的那几个人一起组织,他还去评论那个tani老师的那本书 哦,感觉都是中国的scholar,他们那个圈子应该都互相认识,从不同的discipline 但我从来没见过lisa老师,我一直见过他和tani总是在一起 他们互相引用的也挺平凡的 好的,然后那就接下来进入第一篇paper的讨论环节,呃,在正式进入稳稳的讨论之前,相信tori老师介绍 对一些词汇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就是如果不知道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困惑 嗯,好的,首先我们介绍的,他也是他频繁出现,并且作为副标题出现的两个词 一个是local,一个是original,然后这两个词global,一般来说对应的是global 然后global,大家所知道就是比较全球化,然后比较,尤其是西方为主的这么的一个概念 然后local呢就是本土的,本土的话这里指的,呃,就是中国的一些女权理论 然后original是作为local和global之间出现的一个概念 然后他是,他的这个framing是,就是当这些女权主义者negot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global的时候,original是作为一个middle point 或者作为一个compromise来出现的,比如original在这个里面就是很多女权,呃,作家就是在写东亚的一些女权 因为东亚share了一些common的文化背景,还有历史背景 然后又是地理,地理也比较相近,然后他们之间的女权主义可能会有一些commonality 所以original作为一个global和local之间的概念 啊,对啊,然后第二个理论,第二个,第二个theory是在作者 我记得是一开始在第一个section就提到的traveling theory 就是traveling theory的话,那指的就是像他的这个字面意思一样 就是说如果一个概念从,他就像traveler一样 他是从比如说西方travel到东方,就像女性,比如说gender的这个概念 他一开始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这个gender的这么概念 但是我们怎么翻译,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把它进行本土化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的travel,这个travel theory大概讲的就是 这么的一个过程,然后那这个也产生出来有很多问题 因为你就像植物,你把它直接连根拔起 然后从一个环境移到另外一个环境一样 那他会不会,他到底怎么样adapt to这个新的环境呢 以及说这个traveling theory,他主要是还是觉得 他是有一个origin是在西方的,就是他原生在西方 但是被比如说移植或者translate到了东方 那么如果assume他本身的根源在西方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比较problematic的assumption 比如说这里可能会掺扯到一些postcolonial的问题 比如殖民主义,你assume他根源在西方 那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对这个概念的一个模仿 或者是一种改变 所以就是还是指到了他的就是这个assumption of origin 这个assumption是有的人会提出这个是比较problematic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universalism 就是比如说Bartler还有福科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概念 就像Bartler所说的gender sex的这个heterosexual matrix 然后他在这个理论里面 他当然他虽然说他Bartler和福科都是作为西方的一些学者 但是他是比较进行他在提出这些理论的时候 是比较一种比较generalizable的口吻提出的 比如说他觉得gender和sex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是是可以characterize一些 就是人类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用这么一颗理论去套用 然后像福科当然福科他有说一些 就是他自己理论是从西方的历史来总结出来的 但是still呢 如果你我们去借鉴福科和Bartler这样的理论家 那这样就代表了我们这种assumption of universality 就是觉得这些理论都是可以被随意apply的 不管你是在local还是global的relation里面 然后originalism就像我们刚才介绍original的一样 他是一个midway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就是一些女权主义作家 他这个本来universalism和particularism 是一个比较binary的distinction 也是一个比较就是二元分立的 你either是一个非常universal universality或者是一个particular identity 那怎么去 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这么的extreme 他either or 他有的时候是一个midway 所以通过来学习比如说东亚的女权 然后还有东亚的性别 然后来达到这么一个平衡 对然后关于还有particularism 就是chinese 比如说在中国的study的话 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比较重要的focus 可能会有比较这种kinship structure 就是一种亲缘关系 家庭比如说一般我们谈论到中国的LGBT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领域 比如说LGBT怎么和他们的家庭negotiate relationship 因为一般的话在Western的话家庭可能在自己的identity方面 没有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作为中国中国LGBT的话 你肯定还是要经历很多 比如说跟家里出柜 然后不会跟家里 因为你的identity完全断绝关系 然后还是要把家庭这个放在始终 它是一个比较重心性的存在 所以说 in Chinese和Western这两种不同的perspective 然后对 然后Western的例子有比如说有drag show 还有一些dex像这种词汇 然后它都是一个有非常历史背景的一些concept 然后如果你是研究 比如说在美国研究LGBT的话 那你可能会谈到这些概念 所以如果然后通过对比两个 就是比如说两个国家 然后学者们都在研究什么 可以看出就是这种particularism的存在 对这就是我对这个vocabulary的一些简介 如果现在听起来比较abstract的话 一次OK 我们待会会deep dive到 具体的context里面 好像刚才语心有问题 哦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 你现在能听到吗 好 哦我就想问一下这个traveling theory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因为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感觉非常abstract 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有什么比较具体到就是像殖民主义 他聊的例子吗 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的traveling theory 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记得我现在在看这个pdx文件 他在33页最上面提到这个traveling theory 他说这个民懂潮物 我不太清楚这个怎么读哈 没有查他的中文 has used the concept of traveling theory to trace the transfer of terms such as feminism or gender to china 所以的话其实feminism and gender 这两个概念就是traveling theory的一个展现 哦谢谢谢谢 而且聊天里有帮我打出了这个的正确读法 哈哈 民东潮什么 对然后嗯对这两个概念从怎么从西方一直到东方 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这个traveling theory 我就简短说一下 就是他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 就是国外他们研究queer kingship 是跟他们的艾滋 就是艾滋的那个 ex crisis有关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的这个性少数的群体 特别就是感染了这个艾滋之后 然后当时还的话 他是一个不治之症嘛 然后当时呢就是社会的这个恐同行为 也很明显 很多的这种这个性少数 特别是这种有色人人种的 就是那个黑人的 他们会被从原生的家庭里赶出去 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种那个 bell room 在这种那个各种的舞厅啊 在这些一些街头的 就是也是正少说互助那种收拾所 然后他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家庭的形式 他们会用家庭的这种亲属的词汇 比如说什么 daddy啊 然后妈咪啊 这样的词汇来互相称呼 然后就是用这种truth and kingship 来替代了原有的这种 blot kingship 他实际上是 怎么讲 是把之前我们认为的这种 kingship 和当当 和他们本土的这种 queer culture 比如说什么drag show啊 这些东西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 然后90年代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应用 然后有很多这种lesbian 他们就可以应用这些技术去 拥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的lesbian mothers 大概就这样 所以这个算是一种universalism 还是particularism 还是regionalism 这个它其实也是怎么讲呢 它是属于particularism的一个体现 但是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完全是怎么讲 因为它是在欧美的那个背景下 当时它在这个艾兹的艾兹的浪艾兹飞机的这个风 那个一个时代的背景下 所以说它是既有它我们传统认为的这种queer culture的 它这种jack show的一个一个base 然后也有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就是比较universal的 像是这个kinship就是庆缘关系的一个研究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 但是它还是一个base在他们欧美的这样一个contest的里面的 突然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篇文章 它还是很就是想要钻研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理论的 versus像之前很多就是更以西方视角来看 好像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 它提到的一些都是比较就是直根于中国的这些 这些女权理论家好像是不是 对确实而且而且其实在之前我们读的 比如说啊我记得第二我们读的第二期关于啊 那个lisa ruffell 老师的他其中的introduction里面关于 比如说关于modernity的讨论 他其实对自己的positionality有非常多的这个剖析 然后尽量避免自己以西方为中心的这种 你一个西方学者study中国一个 他没有那么熟悉的context下的这种bias 他还是进行了很多这样子的自我探讨的 但是我觉得但是这篇文章就是从更更根源的角度 然后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对就是中国feminism比较了解 然后分成了把把把这些学派分成了就是真的我们也会非常认同的这些system 然后嗯而不是说从一个比较本身就比较西方的概念去讨论他在中国是怎么被adapt 我吃就是later的话就听起来有一种还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种与西方为中心的 这么一种感觉anyway 你问上次那个lisa什么我们好像就有感觉他好像就有一种看 嗯就有一种非常西方视角啊看一看一看 但他你老师不错因为他你老师大家对他的风评都是extremely lack of narrative 就是那本书我觉得他你老师好像他确实没有带入很多的这个storytelling的色彩 但是他你就是barlow他你把了上次的对他好像就是anyway 大家继续好的好的那就想让tory老师开始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introduction 包括这个95年到呃10年大概10年15年这个期间 我国女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和发展状况吧 好的这个其实也都是author的argument 我只是summarize一下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这个author他首先在开篇就提出了三个关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characteristic 然后他是借用battler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借用battler的这个库名 gender trouble然后正好把他分成gender然后是他是怎么一个theoretical 嗯这么一个concept被呃翻译过来然后以及翻译过来之后的trouble这个import has caused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嗯 chinesefeminism在寻求自己的一个identity的时候 在这个global context的下他们是怎么寻求自己的一个unique identity的 然后分三个issue啊然后他这个文章也非常的structured 他的前几个section都是根据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介绍gender到底是怎么被翻译的 以及不同流派对gender这个翻译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然后这个search for identity的话也是在穿插在整个文中的一个topic 啊然后他的focus是intellectual side of the theory transfer 他在啊一开头说的而不是说institutional或者是material 当然每一个层面都是值得非常多的分析的比如institutional 他指的例子或者material的话他记得指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一些女传的ngo是怎么受到 比如说外国的一些founding的支持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啊 global的collaboration但是他focus的更多的是就是purely这种intellectual side of the theory transfer 然后有什么样的在中国有什么样的responses啊 以及这些response有什么样的effect对 那就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就是 呃当gender被translate进中文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问题 相信陶老师来介绍一下文章又是怎么总结 这个社会性别versus性别的翻译的争论的 这个作者主要把这个争论翻译分成两派然后第一派呢是觉得 Gender应该被translate成社会性别这么一个概念然后第二派是认为 Gender就应该translate成性别没有社会两个字 然后首先第一派呢是呃比较比较支持的学者有王正老师非常有名的学者也是在在美国任教 然后呢呃他这个翻译的更多的是emphasiz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就是刚开始学Gender study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可能更西方的一个受到西方教育背景下的熏陶比较多 所以说我一开始接受的教育也是说就是感觉呃性别有一个Gender然后有一个sex 然后Gender指的更多的是就是这种social construction 然后sex指的更多的是这种biological的至少一开始 如果你学这个什么啊Gender and sexuality 101 的话你可以非常简单的这么理解啊 所以说这个的翻译社会性别他强调的是这个社会两个字 嗯然后I saw post to 比如说生理性别那生理性别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指的是sex 本身嗯所以呢通过这个社会性别的翻译他其实这种翻译confirm了就是这个概念是可以被transfer到中国的就是confirm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transferability of western concepts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翻译啊然后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然后把一些比较先进的女权思想 也进到中国然后还有这派的一些其他的学者还有这个杜芳琴啊 待会我们也会再次提到他应该然后第二派简单来讲就是啊比比较promote的学者包括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李小江 然后他觉得呢这个啊这个性别他其实是一个indigenous category 然后他reflect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feminism chinese feminism这个时候就应该不同于比如说西方的feminism 我们就是不要不是把就是gender和sex分的特别开阳一个是强调这个social construction 一个是强调这个生理等等啊然后性别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本土化的concept啊 所以他在这个本土化的concept底下呢就指的是both gender and sex 所谓我们理解的both gender and sex啊然后所以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如果他既指gender也指sex的话那社会性别这个词其实就是有点多余了 然后因为他如果本身就包括社会了的话你就不用再加一个社会这个词在前面了所以呢 他就是redundant然后并且呢他这个过度强调了女性和男性的性啊这种社会的性别分工 然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我不是特别啊了解李小江这个学者啊我没有其实没有读过他的原著 然后对他的思想也了解非常limited的所以大家请correct me if I'm wrong啊所以呢但是根据这个这个这篇文章的作者来讲呢说这个啊如果是over emphasize women和男的这个社会的分工的话 其实是另外一种啊女性的自我否定啊对然后李小江学者对于就是到底什么是性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和比如说西方的一些稍微西方话的一些学者 比如说王正老师的一些观点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性别呢就是不能简单的被这样就是西方指的是社会social construction 然后我们就把社会拿过来就是这样简单的翻译所以就deny了这种transferability of western concept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然后这个是主要的两者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也进入一下短暂的自由讨论环节就是大家对这个gender的概念翻译进中文有什么看法吗你更prefer性别还是社会性别 我我可以提问就是李小江老师如果他说性别就只用性别这个概念的话那他怎么对待比如说跨性别就是不align的这种情况 或者就是自己不就是不想要这个就是不想要identify specific性是他在practical的层面是怎么实现的就是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说我们不加社会那他就意味着什么呢在practical层面来说 呃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提李小江老师的时候就是呃用我手上有一本叫什么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眼镜逻辑研究就是他其中有提到就是李小江 然后呃高小贤李银河他们这一批差不多是最早的但李银河他是呃更接近于因为他当时他是在外面留学嘛他是更接近于也用一些西方的理论 然后就是呃相对而言的话李小江是更属于根植于本土的这样一个学者而且当时因为他是属于postmore era的这个属于第一代的女性主义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这个学者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他的这个理论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撕扯的一个关系一方面他是对毛尼时代的就是他们当时的那种呃男女都一样的这种消除性别差异的就是他实际上当时的毛尼巴他是用一种statist ideology来消除了这种性别的差异 他是有一种强制性的然后去忽视了很多这个呃所谓的humanity的东西所以他是实际上一方面他是对毛尼时代的这种性别观念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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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一方面他又对这个西方的直接引用过来的这种西方的理论他也有一个呃这样的一个呃不能叫抵触情绪吧他会觉得说这种西方的理论我们直接挪用过来不行的他又有一个socialist的这样一个呃 standpoint 就有一个立场所以说呃就是李小江老师他属于是属于这个呃开开山祖师的那样一个概念但是就是但是像我们所现在所了解的像这种性多元呀transgender啊这些理论在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引入到中国呃比如说像这个库尔理论的话一般来讲会认为说库尔理论是90年代末然后呃21世纪初像是李银河他们那一 一批专门在西方去接触过这些历史因为李银河他本身他是在90年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接触这种呃同性恋的群体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这一批的女性学者里面李银河算是最早的去接触了这种性少数的概念的 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主流的女性主义里面还是以一个这种两性的一个思维再去看这个呃我们呃再去看这个女性主义再去看这个性别角色的所以说他是跟他的这个时代包括他接触的一些知识是有关系的呃因为在啊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虽然80年代开始就是已经呃因为这个艾滋病也承受到中国了嘛所以就当时也有了一批这个研究同性恋群体研究同志群体 或者说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msm就是所谓的man have sex with men他是一个呃男男性行为者他还不完全是一个身份建构出来的同性恋的群体他是跟当时的这个这个艾滋理论呃艾滋病的传入有关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跟这个同性恋者的研究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交叉性没有那么大的交集就除了这个李银河他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本身他是在这个国外留学的 他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呃国外的学者的东西所以说他是一个个例在其他的话我们还是更根植于本土的这种二元性别的一个框架下去研究这个女性主义对我想非常echo 一下啊玉决老师的发言因为其实即使在现在的西方gender和sexuality这两个field其实比如说在sociology 里面就是很多研究比如说gender scholar 如果是传统的gender scholar 的话他们也不会去研究 就啊很多lgbt 或者是transgender 因为这个其实更属于sexuality studies 因为啊对我们系一个啊教授然后我我当时我还问他就是在他的 gender 的 syllabus 里面为什么没有多一点比如说lgbt 的内容或者是sexuality 的内容然后其实这个这个也是这个这个他们之间的 connection 本来也就是非常debatable 我记得我有一个啊 comprehensive exam 的question 就是问我的就是 gender sexuality 到底有怎么样的联系 就是这个联系虽然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非常大的然后要之前我们像读过一些 reading 比如说stave jackson 啊老师就是说这两个是分不开的然后一个的 oppression 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上等等等等还有 heterosexual imaginary 等等等等一个是被另外一个 define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所有人的这个共识所以说我觉得即使在现在的西方的学术领域也是存在他们存在一个 就是这个 field 是两个分开的 field subfield 至少啊所以说更何况我觉得在比如说八十年代就是同性恋还有一些像我们今天现在看来非常 common 非常 obvious 的一些例子他们可能并没有说特别的讨论在这个 theorizing 里面因为如果是 theorizing 肯定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主流啊大多数女性到底怎么定义女性那我们不可以一般不会从边缘来定义 而是从而是说从一些比较稍微本质化的一点一些 characteristics 来定义 所以感觉他们follow 的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逻辑包括我觉得像嗯像西方的这套逻辑它我觉得是一个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嗯比如说从柏拉图的时期到康德呀然后他们都是强调这种 dualism 然后强调这种二元分立有一个本质本和啊本质和一个表象然后比如说有一个 form 还有一个啊或者是 essence 这么的啊一些区分然后或者是康德的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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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然后 gender 和 sex 其实也三末的反映了一种这种 dualism 的影响 但是感觉在中国就像啊我之前我我随便 catch up 了一下李小江老师的一些著作他可能就认为啊中国的比如说阴和阳并不是像西方的这种所谓的 dualism 这样的一个存在的逻辑而是说这两个比如说啊虽然我也不是很特别清楚阴和阳到底是 逻辑啊但是可能是啊没有说是就是西方的这种啊 dualism 但是更多的是一种 complementary所以他强调的可能更多的啊并不是说把性别这个此分啊就是 sex 和 gender 分的那么开 然后一个是所谓你的胜利本质一个是所谓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呜表象等等等等 所以感觉他们的整个逻辑的这个根基 也是非常不同的 一些intellectual lineage产生的 对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但是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些细节 其实我自己也了解甚少 在最后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slide 关于问大家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对自己的positionality的思考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也借那个机会 然后讨论一下我们自己 到底在这个power relation 以及这整个知识的体系下 讨论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然后对像像像像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尤其在我身上不上的明显 我其实对很多本土的 feminist的实在是算不上了解 所以就尤其是在这期里面 这个我的ignorance可能就更被凸显出来了 而且我自己本身出国什么的也比较早 然后对很多本土的 就是文学然后感觉远远没有我对西方的有一些知识体系了解的多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不同这个说明的同事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回到这篇文章下文章的下一部分提到了 很多有点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感觉 那就是呃比如说杜芳青李小将斗立明他们之间的一些争议和不同的观点吧 想请torya 老师来呃讲一下这方面这些competing traditions 好的然后我们刚才上一张讲的是关于gender这个到底是怎么翻译的 其实他只是呃反映的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理解这个 特别的概念 但是从这个概念怎么翻译我们引申出来了一系列的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如果作为gender study它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作为有一个gender study department 如果在中国建立这么一个tradition的话那这样的一个department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学科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 assumptions等等等等 所以由这个gender的不同的翻译也引出了不同的competing traditions of gender study在中国的发展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杜芳琪老师 他觉得呢这个呃 women's study的建立呢是一个universal trend across the world 就是在大概八九十年代的时候gender study发展的非常蓬勃 然后在那个时候在呃世界各地尤其是肯定是从西方比较多西方的一些学府里面呃发展出来的这个一个学科 然后他在世界各地开始生根发芽 然后呢呃这个gender study它有一个global perspective 然后它包括original comparison 然后以及local action 它是这样一个分层的关系 然后如果是我们在中国研究这个的话呢 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呃local action 然后呃如果我们做中国的gender study 的话那我们需要introduce and localize western concept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gender 然后以及比如说我们所说刚才也提到的feminism 这些都是啊我们需要introduce 并且看怎么把它localize 的一些概念 嗯然后呢他这个这个也是刚才像和王正教授一样 他是一个觉得西方概念可以被呃这么移植过来 然后并且localize 的一个传统 然后相对于其他的两个学者 比如说李小江老师李小江老师的话那他更多的主张的是Chinese independence from western feminism 就是中国的这个女权的研究以及发展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性 因为他呃如果是你单纯从一个western 的角度来移植和 localize 的话 那这个中间肯定会存在着这个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 postcolonialism 我们也是刚才啊文老师讨讨论到的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然后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中国自己的independent的feminist study 然后这个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和 local research 嗯然后他是比较favor这种local research 的 然后嗯比如说你就是要从自己develop自己的一套framework 然后不要总是被这个western 的一些思潮 influence 太多等等 这样一些主张 然后董立民老师呢也是跟李小江老师 他也是比较against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theory 但是呢他们他和李小江老师比较不同的一点呢 就是董立民老师呢更多的是嗯他更多的是批判了 lack of creativity in theory productio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就是在中国的这些研究女权的学者中呢 他很多时候我们的theory production 其实缺乏了很多创新能力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feminism和gender study就变成了一种consumer of knowledge instead of producer of knowledge 那producer的话他还是西方可能更多的是producer 然后我们只是在passively consuming这个西方produced knowledge 然后这个董立民老师就这么一个观点 他在critique中国学者应该承担起的一些 发展自己独立学科的这么的一些责任 对这是这个文章中提到三个比较著名的scholar的观点 其实我有一个读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就是说因为进来的进了国内的theory 不只指是只有女权主义的思维 就是所有的一切文化的product会构筑你的思想的一些popular culture 他都有western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你在完全脱离这个来进行一些theory的development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ridiculous的事情 然后所以然后 yeah so that's one thing 然后oh yeah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加一个就是说哦 就是防止什么那种什么western central的一些lensing 来就是用这种theory 但是要同时要对自己的push什么 像你像你刚才说什么lisa 就是在analyze自己的position的时候 然后防止进行一些什么western central的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不不走这样的道路 I mean that's that's what 就是我在想的时候 我在加我再加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我在加一个 那他如果不加西方的那他本土化 他研究是什么呢 就是妇女就是怎么样才是本土化的女权 就排除所有西方体制 他会讲到为什么他要去研究一个这个妇女的问题 就是他在80年代的时候 他这样讲的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出生的背景 他是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的 然后他生长在这个毛时代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就觉得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这个东西他是写到了你的法律里面的 但当时还有一个一个观点就是男女都一样 就是你的女性可以去承担这种社会的工作社会的责任 但是他说后来他会发现这个东西 他是类似于一种口号式的东西 他是他这个东西当女性有了孩子有了生育之后 然后他发现这个事情都不一样了 就原来说的是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但是当女性一旦生育了有了孩子之后 这个所谓的女性的角色 然后就开始找上了女人 然后所以他后来就是他写的 就是在80年代在90年代初 他写了一个关于80年代的这个妇女研究和女性 这个性别研究的一个 类似于一种极大成的这样一个书 他是想这个走向女人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从我们当时所谓的这个 就男女都一样的去消除性别的这样 性别差异的这样一个人的概念 他发现这个人的概念 实际上他还是跟西方所谓的这个man 来代表所有的human being一样 他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 男性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人的范例 而且他说就是因为大人 当时在毛时代的时候是不谈性的 所以说他会发现就是很多的这个女性啊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接受了这个啊 男女都一样的这样一个宣传的口号 但后来当他们有了孩子的时候 他们发现不一样了 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性情 谈恋爱的会有性行为 性行为有后果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生育 这个生育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分化男女性别角色的 这样一个生理功能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生理功能 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男女 他是性别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那种男女都一样的 这个神话他就破灭了 当女人有了孩子之后 他们又要回归到传统的那种女性的角色里面去 所以说这也是他当时的一个发现 他发现说男女都一样 是你们男人主导的一个口号 不是说他真的是这样 因为当你们女性有了孩子之后 在家里带孩子的还是这个女性 所以说他当时他在想的是 他要走一条跟这个西方的女权主义 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然后也要跟走这个传统的社会不一样的路 还要走跟毛时代的那种男女都一样的 所谓男性主导的口号啊神话 也不一样的路 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比较怎么讲 一个比较复杂的背景 但是他对这个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认知来讲的话 在我们今天看的话可能还是比较局限 他会认为说西方女权主义的这个根源 他们一开始是跟这个所谓的国家阶级 民族种族等等是分离开的 然后他是这样去看西方的女权主义 可能他认知中国西方女权主义 还是一种以这种中产啊白人女性为主导的 这么一批的这个女权主义 他很少能他可能就没有接触到 就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Black Feminism 就是这些有色人种主导的 还有这个Post-cloning Feminism 就是这些反殖民的这些女权主义 可能在他当时的那个年代 没有那么多阅读素才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因素 去影响他的一个学术进入的 哇我觉得这太这这有relate back 就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你不能看他怎么说 你要看他的社会关系到底有没有变 他没有变他还在家里生孩子 那他就是再说什么人和人都一样 他还是不一样的 真的说的太对了 就是收不留神就被这种这种观点 就是遮盖了 我就是在思考这个 我还在思考这个社会性别和性别 在语言学上的解释 可能因为在英文里面 gender sex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词 但是在中文里面 因为社会性别包括了性别这两个字 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很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好 而且感觉现在在美国好像真的已经从 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含义 好像这么多的演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含义 但是在国内的话 因为首先没有身份认同这回事 然后社会性别就是单纯的四个字来看 还是也只是在强调性别的社会角色 所以好像现在来看和真的 这两个词之间的意思已经很不相同 然后我就是刚刚看到 之前看到我就搜索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发到 巴特的观点就是 他比较关注这个性别的语言 语言建构的后果 因为性别这个词语 在每个语言里面都是有不同的含义 然后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构成 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对这种语言的相对性 就是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他就只他就觉得更应该关心 这个概念进入不同的语言融化以后 他因为哪些元素会被影响 或者含义会被影响 然后人们的理解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这些变化又会对女性主义有什么影响 啊不是是一个假的猫 就是一个背景 请继续 谢谢千惠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而且这个intersectionality 我想之前之前学到的就是身份 他不是叠加的就不是additive的 而是就是会根据不同的身份 他就会有质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学科真的好有意思 untangled web tori老师一直强调的 是的我也在研究intersectionality 最近还在准备写一篇关于intersectionality的 theoretical的论文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 不知道能不能make一个足够contribute什么的写出来 但是如果有人愿意 好的intersectionality的话 就非常欢迎一起探讨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theory 它本身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然后我也在试图bring in 其他的sociological theory 来 complement这个perspective anyway我们之后可以讲到 我们下一期会讲到intersectionality 作为一个主题 敬请期待 我在问文走之前 再打一个广告 因为下一期就是tori老师的专长的这个 immigration theory 所以欢迎文到时候来参加intersectionality的讨论 哦下一期就是season 对下一季度 对下一季度谢谢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终于要进入到 就是define这个本土 local的概念的讨论 那把舞台交给tori老师 好的我也是 所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留给大家更多的讨论空间 刚才雨晴一问到的问题就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define local local到底是什么 你说一直说本土化本土化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算是本土化呢 就是怎么样定义这个词 然后这个文章中给了三个define本土化的方式 define local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李小江 他的本土化呢更多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women's theory 然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我们也在上两期吧 主要是上两期cover过了 尤其是上一期我们讨论了很多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 一些early的chinese intellectuals 比如说在民国时代以及更早的清末民初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影响我们对gender的看法的 然后背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然后我们develop出来的一套women's theory 可能是更有local的特色 然后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这个state policy and socialist tradi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因为我们就是如果研究中国的话 毕竟不能和历史脱节 然后我们的这个历史中有非常 以及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打着socialist的名号 所以如果说研究中国的女权的话 那应该是脱离不了socialist tradition 所以在这个socialist tradition和这个state 作为一个非常powerful的agent的影响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 女权怎么样被比如说一些政策影响 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等等的 这些很powerful的state policy 也包括biopolitical的这些policy影响 然后基于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历史 来讨论这个妇女的解放问题 然后呢他这个提倡的更多的是 top down versus bottom u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feminism 像西方的女权主义 他可能更多的是学者 一些学者一些activist 从下到上发起的一个这么一个运动 但是从中国的话 比如说像毛泽东时期 我们就是政府提倡的是男女平等 然后妇女撑起半边天 这个直接就是一个国家的ideology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top down的一个 从上到下的flow instead of bottom up 这是和西方不同的一点 然后这也是一个local的characteristic 然后第二个define的方法 就是中学平 他强调的是呢 就是更加和谐的 和谐这个词当然也 eco了这个近大概十年 我不知道中国的一些ideology 比如说和谐社会这样强调 黄林老师提出了这个 smiling chinese feminism 他强调的是一种非对立式的关系 就是non antagonism 在这种男女关系里面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 可以说被characterized by collectivism 就是这种集体主义 然后而不是说西方的这种individualism 更多的是强调的是 比如说conflict 和这种跟跟这种revolution 非常明显的social revolution 所以说他这这这方强调的观点 就是这个local还是要defined by 比如说more harmonious gender relation 然后women的这个issue 就是妇女的解放问题 或者女性的解放问题呢 它其实是a part of a study of humanity 因为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平等 这是人权的一部分 所有的人性 它应该都是基于平等的基础上 所以女性作为人类的一部分 它也应该得到男女平等 然后包括男性 它也是人类的一部分 所以说它也应该就是平起平坐 就是两性之间 就是要从这个更大的角度 更宏观的角度这样看 而不是说更强调说西方的说 这个女性 可能比如说我们相对比rich 我们第一期读的第一期的 第一个视频里面读的rich的这个 他强调的就不是说非常强调 harmonious gender relation 而是强调比如说lesbian continuum 然后强调的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反抗 和be political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对 所以这是第二派的一个 关于对于local的define的方式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孙少仙老师 然后他是更从一个social constitution的角度 就是到底是谁是解放的对象 的这么一个角度触发的 那然后呢那解放的对象 大多是这个female workers and peasants 因为他们是相当于被双层的压迫 第一个是在class层面的压迫 第二个层面是gender方面的压迫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local的gender study的话 我们应该着重看待 比如说怎么去解放农民 比如说农民工的女性农民工或者是这个工人 然后还有农民等等 然后这个perspective呢 他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一期的第一节里面讲的 比如说那个虽然我们没有仔细讨论 就是Charlie一章讲的农民工的这个问题 就是城乡的这个in equality等等 他是从这个方面就是看谁是最被压迫的 比如说然后再从他们这个角度入手 然后因为中国的比如说大于80%的人民 可能都是这个工农阶级 然后和西方的这个中产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local的研究的话 那就应该从国情出发去研究这批人 对然后这是主要的define local的三种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之前讲那个socialism 然后我想到了上一期的和和音阵 然后又是tory老师说就是就是什么微笑女权 就是和那个rich对比 我就我想说和音阵 然后他作为当时socialist feminism 他的他的观点不是说就是我们应该kill 我们应该去杀死资本家 就这个就是就是 这个是什么 这也很 对但他好像没有说要杀死男人哦 我记得 哈哈哈他说的是杀死资本家 我也是当然资本家和男人有很多重合 他如果杀死了所有资本家 可能很多男人也就死了 哈哈哈 至少根据当时的情况应该杀死的大多都是男的吧 呃但是感觉他强调的更多是class在于我的理解 耶但是他也很socialist也很中国 这李小江怎么没有去评价一下 怎么他不去embrace这样的concept 作为就是本土化的体现 听雨决老师好像在chat里面分享一些原因 我们可以来听一听 嗯 这个marxist的区别因为其实marxist 他本身他的一些至少application of marxist 他其实也不是很harmonious的 就像当时图改能把地主全都杀死了 其实也就是那些 就是跟这个这个kill capitalist的这个某些方面是比较像的 但是就是在class方面 他不是一个harmonious的class relation 嗯但是这个更多的可能是强调真的方面就是男女还是要通过就比较和谐合作的这种方式平起平坐 耶所以他在说top down the bottom up 的时候 他说top down 应该怎么做呢 就我看他好像没有过多过多的评价说怎么做他只是说以这样的形式 嗯 确实 感觉感觉那如果是top down 的话那可能就要比如说从influence state policy这样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复联具体是干嘛 但是i guess it's a top institution 嗯 嗯 然后然后嗯 比如说改变policy啊或者是 嗯看就是我 在这个state 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下 已经是这种top down 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我们 比如说作为scholar 应该起在这个中间到底应该起怎么样的作用 嗯 I guess 就是更多 比如说更多的理解这个state policy 嗯 以及就是发扬光大这个socialist tradition 或者是说就是也不能完全像比如说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反贼的观点也就是要完全要对着干等等这些概念吧 I don't know 我对我对李小江老师的研究确实比较有限 我不太清楚他具体的呼吁到底是什么其实 郁爵老师或者文老师有对李小江的就是具体在实施implementation level 他有什么proposal呢 感觉没有读出就是他有什么具体的说是真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一些提议 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当一个时期非常相信组织相信党的这么一个形象 我读完之后 那他说党干什么呢 I'm so confused 嗯 就是其实呃李小江老师给出的一个呃 在他八九十年代他研究高峰期的时候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一个行动纲领 因为在当时在呃postmoyera他们第一代的女性主义呃女性主义研究 或者说他们叫当时叫妇女研究 他实际上还处在一个启蒙的阶段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行动纲领 因为在当时在moyera的时候我们很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弹性的就是弹性色变的 所以就是会有了这种很多女性她们这个发生性行为之后她们不知道有了怀孕的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在当时她们对性是一个屏蔽的状态 所以在第一批的时候她们与其说是我们应该要探索一个什么样的行动的方式 她们更接近于我们要如何去用我们的知识去建构一个新的理论 然后就是当时她对于这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妇女研究的一个总结 然后她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研究的领域属于一个非政府行为的 然后也是没有什么机构去领导的 然后她说这个学科的发展到这1994年以前是几乎完全没有官方的支持 然后就是因为八十年代也是各个学科 就是因为经历了长期的十年的一个这个文革的一个中断 所以是各个学科一个重建复苏的时代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民间色彩 但是因为她有一定的这种启蒙性 所以说她也把它视为一种政治运动 就有点类似于西方现在有一个概念叫academic activism 其实也不能说是纯西方的一个概念 只是她们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这样一个名词来描述她们当时的一种运动 然后就是因为她当时就是刚刚大家有提到说她是不是就特别信奉于cdp这种 但我觉得跟她的成长背景有关 因为她本身她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 就是她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她没有说像那个其他那些经济条件更差的这些人 就是在当时的恨不得饿死的那些人她们有经历那么多的对于这个性别啊对于这个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冲击 她只是在发现了这个妇女在生育之后她们要承担更多的这种家庭的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你的社会的工作的责任 然后这个时候她就开始觉得说以前所认为的这种啊男女都一样的这个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人的概念 她不是一个女性主导的人的概念 包括当时她对于这个cdp的倡导的所谓妇女解放的一些标准 然后她也有了一些反思 就是当时解放标准这么看说女性你参加了多少社会工作 然后拿了多少钱从政的程度有多少人做官 然后你承担了多少男人能干的活 然后当时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然后就是她实际上她的成长背景是背离了这个传统的家庭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分工 但是她在这样的标准的这个理解下 她一开始是觉得男女平等女人只要承担社会工作就和男人一样 但是等到她发现了这个生女对于这个所谓的这种男女都一样的mass的一个打破的时候 她开始去思考了这个走向妇女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是她在当时没有说能马上出来一个什么行动纲领 我们什么妇女解放妇女的这个完全的平等实现性别完全平等 我们分几步走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她的认知也好 或者说是整个的中国对于一个性别的概念的认知也好 这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更接近于一个启蒙的这个学术知识层面的一个领路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说她是开山鼻祖什么事 是有这样的意思 I see 谢谢玉绝老师的知识普及太重要了 好的那关于这篇文章我们再进入最后一个section的讨论 就是呃我们如何这个mediate between perspectives and 同时preserved contradictions 向请tory老师来最后介绍一下这一部分 嗯就像刚才的一些就是从我们刚才的一些讨论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挺多contradiction和争议的比如说到底global和local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多大程度上我们要 比如说引进西方的以及rely on西方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他不是说啊讨论一下就可以有一个solution的所以呢这个alternative也就是preserving这些contradictions 嗯很多学者就是也就是这个也是identity他们构建的identity的一部分吧就是acknowledge这些contradiction的存在 然后并且并且让他一直存在着并不是说就去把他unify成一个统一的voice或者一个给一个统一的答案让大家全部都遵守 所以在这种context下呢这个作者主要举了两个啊学者的例子一个是曲曲亚军啊 嗯然后曲亚军老师说的是大概就是就是有三种女性的声音啊这三种女性的声音呢他不可以被同时归为同一种under name of chinese feminism 我们谈到中国女权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entity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啊monolithic entity 然后这三种声音呢他也不能就是代表所有所有中国女性的这个true voice 嗯而而就是中国女性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homogeneous category 啊然后在这三种声音第一个就是比较mainstream的women's discourse 但他其中代表就是这个women's federation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互联 然后他可能会给出一些比较呃叫什么直直直直领大家那个民众意见的一些opinion 比如说好像在一一三年还是什么的时候我记得他他当时好像还出出了一篇互联出了一篇关于圣女的文章 就是说什么是谴责圣女就是要不应该不应该把就是你的standard放这么高 而且而是应该降降低一下你的standard然后来嗯大家就就比较promote结婚等等这样的声音 然后这个是比较主流的一个声音也是比较被政府支持的一些声音啊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feminist discourse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其实比较所熟知的一些feminist的思想 然后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人权啊然后gender equality啊这些啊这些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如果想到女权 可能第一时间会浮现的一些特征然后这个被归为第二种啊第三种呢更多的是这种commercial women's discourse 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处在这个capitalism中然后在这个电视啊广告啊电影等等等等这些啊 这些文化作品里面肯定也会出现很多代表就是所谓女性的声音吧 肯定我们对这个是有很多批判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有些女性至少是支持的 或者是他是有很大的这个audience audience space嗯啊然后这三种声音他都是同时存在的 并且他很难至少在短时间内被unified into um so-called chinese feminism嗯对然后第二个学者这个作者主中介绍的是许平啊 啊许平老师他也是分成了三种不同的声音吧然后第一个也是mainstream mainstream 的话他这里instell指的复联他更多指的是就是based on 毛泽东的那套理论就比如说男女平等啊然后女性也要生参与在这个生产劳动中啊等等的 这一套我们之前讲过的理论然后这个这个也是比较socialist 的啊一个ideology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院派academic然后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最熟知的 因为是比较啊是从也是从西方import from the west 然后我们很多现在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比如说gender和sex的区分呀等等等等 都是属于其实比较学院派的一个啊origin 然后呢第三种就是民间local and unofficial啊比如说邓丁杰 然后他这个例子举的是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去提高比如说这个migrant women 啊就是一些女工人然后他们然后这个邓丁杰是提倡比如说把他们从一些内地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省份 然后把这些劳工去送到沿海的省份然后相当于把他们put into a better working environment 然后在让他们在这些更加啊更环境更好的地方 嗯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他们的well being 但是呢如果是从比如说一个purely非常academic的角度或者从一个非常所谓的objective的角度那我们可能会把这种行为解读成把他们从一种operation 中放到另外一种operation因为他们始终是migrant worker只是换了一群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啊 但是他们始终是作为labor然后作为被exploited的存在这样子但是呢比如说从民间的角度的话就是还是可以说比如说argue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move对他们来说是一种agency和女性权益的体系提高的体现 对所以这些这些这些scolar就是啊总结出来了这些不同分类的方式然后这些分类的方式它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都啊就像我们对女权可能也有自己很多的分类方式然后这些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对某些是比较有preference 然后对某些是比较批判性的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就是都是还是有在至少在中国的这个context下他们还是有很多这种population based的 我觉得这些就我想提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些女权中间这些女权的做法中间有哪些是比如说会step on each other's toes 有哪些是可以mutually constructive 嗯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复联的问题所以就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手边正好有一本就是关于这个组织动员精英动员与中国女权运动的演进逻辑研究它里面他就提到了这个复联的问题就是复联他起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复联他一开始的定义就是他把他自己定义为一个是这个nation state和这个party所领导的一个群 群众组织就是他属于party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社会群众团体和人民团体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称为官官民两属性的这么一个组织但实际上他更偏向于官因为他属于这个因为他属于复权法里面提到这个群团组织就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复联权益保障法的这个二修的话它里面提到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有一些呃这个单位也好 没有履行你的一些比如说反性骚扰的这样一些的义务的话有一些的群团组织只能是群团组织去提起这个公益诉讼就是群团组织之一就指的这个复联 那他的这个权利就包括比如说他有这个法律赋予的权利他他这个可以参政议政然后他是这个带有官方性质的这个群众组织和我们所谓的这种NGO的定义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他95年的时候第一次作为这个所谓NGO的代表去参加这个呃这个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就很多人有争议 说你复联你是一个官方性质的你是带着红头文件来的你怎么说你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呢你直接听他的领导就是他实际上他是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一个作用 他更接近于这个呃帮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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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 State落实在妇女群众方面的这样一个所谓他们的政策呀领导意见呀所以说他更类似于一个传达上厅到下面来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帮助下面的这些妇女的群众去更好理解去执行上面所谓的这种宣传的文件和这种呃性别的秩序啊理念啊对维稳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现在的话他有承担了更多维稳的需要就比如说他去协调这个性别的关系特别是跟这个婚姻家庭事务有关的关系呃就可能在site一点比较radical的东西就是呃大家知道王正老师可能在国内因为他虽然是研究这个socialist state feminism但他基本上在国内是处于一个比较比较不比较容易被举报的一个状态就有一个关系就是 他实际上是也去分析了去批评了复联的一些行为包括他在这个铁链女事件中起到的一个角色就他提到一个观点说复联这些东西你你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这个默许的状态吗他这么多年他难道一点都没有了解吗就包括他当地就怎么去维持了这个婚姻登记的状态怎么去领的户口本怎么去领的这个这个结婚证 包括他这些孩子的一些呃其他的后续的跟因为他复联他实际上也去管这个儿童的一些事情管未成年人养育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当地的当地的这些群团组织所谓的说这个呃群众组织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实际上呢更接近于他要去维持一个婚姻家庭这样作为一个社会机制的稳定所以他从妇女这边做工作他要稳定这个东西嗯所以就我们来理解的话他更多代表的是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声音但是啊但是他在一段时间也曾经出现过跟这个主流的要求有所这个呃相悖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这个改革开放就是他主要是在80到90年 代的时候市场经济刚起来当时有一种声音是让妇女回家然后当时但是妇联呢在这四次的关于这个妇女回家的一个争论中他是一直是坚持说不能让妇女回家他要求的是妇女阶段性就业他就是要要把这个妇女留在这个职场留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而不是直接呃这个把他们都赶回到家庭去让他们去承担传统的这些这个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些家庭的责任家庭 所以说在当时他还曾经跟这个所谓的呃主流啊有一定的这样一定的争端一定的这个争议然后呢呃但是现在的话他更接近于是贯彻执行这个party执行nation state的呃关于性别的一切的主张和理论就比如说像是各学校的这些这个女性研究中心现在我知道的呃就是像我本科院校是这样 就是他一个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已经有了这个北京市复联的这样一个复巡查员入住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他现在是在agenda setting的过程中更加偏向于去贯彻nation state的呃一个思想而不是说去把底下的什么民间的女性的声音往上反应反应刚才我是不是听到有一嘴说是复联是有一个提起诉讼的功能他告过谁咱们能不能 把他的case翻出来看一眼没有我说的是就是父权法就是父女权益保障法他新修的二稿中对于这个公益诉讼的一个定义就是现在刚这个新的法他刚刚提上去他没有说落实但是我估计他落实的话也比较困难就是他指的是一个公益诉讼就比如说现在他的父权法里面就父女权益保障法里面要求了这个呃比如说学校呃 企业你要承担这个建建立健全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这么一个社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学校你没有提到一个建立一个反性骚扰的一个机制然后呢有学生在你这儿被性骚扰了然后你还想办法的去帮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性侵者去掩盖证据然后去阻止受害者维权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违背了你的这种社会的责任但是你如果要提出了对于这个学校他的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个诉讼你只能说有这些群团组织就比如说复联啊什么什么当地的这个这个共青团啊然后由他们来提醒诉讼呃强制报告就复联他没有一个强制作用就是他的强制报告的一个监督他起不到他这样一个作用因为他没有一个强制的效力他就是类似于给你调节调节给你协调协调他也没有说你强制就比如说他一定不上报因为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他也不能把他咋着 所以说就是他这样一个属于官方性质的群众组织你要说他就完全没有这个官方的行政力也不行但是你要说他能起到什么情志性的作用也没有所以个人可以提起这个如果被性骚扰了可以提起诉讼还是得找一个复联的代表如果要起诉学校不作为的话我指的是他的这种公益诉讼就是比如说你指责一个机构他没有进到他的社会责任就我刚刚举的比如说一个学校你没有进到一个 反性骚扰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一个责任那么能够去起诉他的只有这些群团组织就是比如说这个复联共青团但是你个人你不能说我这个受害者我当事人我去告这个学校你没有进到责任这个是从法律上的这个实践上来讲是行不通的公益诉讼就是他应该不是你赔偿金钱赔偿可能就学校一个老师的话你可以作为学生去告这个老师 但是如果这个学校就是做不作为或者就没有做到而不是他做了什么要看他没做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他没做什么的话就能通过公益的方式去告就是复联其实他也不是说完全没做什么比如说你帮着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性侵犯你来帮他这个掩盖一些证据然后你去这个协调受害者让他不要去闹事不要去维权这种也属于他做了什么 就是他实际上他起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学校这个单位他没有起到一个社会责任没有进到他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提起一个公益的诉讼但是目前来讲因为他只是一个这个付权法新修的这个二稿里头的一条所以他目前没有说是有一个实践的案例在但是到时候在实践的话其实也会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的话还没有类似的 先例就追究这个第三方的责任这一块所以复联还是对于这个对于妇女妇女的平权还是有所帮助甚至帮助还挺大的是这样嗯复联的话你要看他的就是他实际上他是一个协调性的作用就是协调这个官和民之间的但是他近几年他会更偏向于官就是帮助官来这个贯彻所谓的官方主流的关于这个性别 各方面的理念啊政策啊文件啊倡导啊等等但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就类似于一个协调的作用但是他近几年更多的是偏向于去官这边而不是偏向于民这边因为他实际上他一方面他是要呃从往从上往下传达这官方的指令官方的政策以及指导的作用然后一方面他要把下面的这些民间妇女的声音收集起来然后他要向上汇报但是现在向上汇报 这一点就是他现在这情况下他也做不了什么就是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才呃郁绝讲呃复联在曾经的一段时期他其实是不是那么就是靠靠关跟官有那么近的就是其实一开始比如说八十年特别是八十年来九十年代的时候呃就是第一批中国的一些妇女组织其实呃民间的妇女组织其实都是挂靠在复联底下 才就是才能发展起来或者才能生生存下来就有这么长呃有这么一个历史就是呃很多其实民间的草根的妇女组织其实是甚至是就是依靠着妇联然后就是存存活下来然后呃特别是九十年代九五十夫会之后呃很多妇联的干部就是包括跟妇联有关的呃一些学者 之类的嗯其实进入了就是对中国的草根或者是民间的呃妇女组织的一个推动呃就是那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呃复联还是满偏民间的那种就是呃方向还是呃有这样的一段时期但是特别是在呃最近吧可能是在特别是在二零一零年代左右呃 嗯对就是有一篇就是李斯盘老师写过的一篇文章他在写就是为我就是妇联他的那个倾向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就是呃之前特别是在九十九五十夫会的时候活跃的那一批妇联的干部或者是那一批呃跟妇联有关的学者之类的 他们就已经岁数年最大了然后都退休了然后但是没有一新的一批人就是进入妇联然后所以 造成了这样一个断代尤其是在二零一零年代左右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中国女嗯很多中国就是草根的女权组织想要再做些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妇联是不支持的就 很多很多事情妇联是无视的就是更多是嗯处于一个就是啊官方的话传话筒和维稳的一个作用 是就是然后可能是因为就是嗯世代就这之前的人退休了新的人没有进来有这样的一个嗯断裂在里面嗯就大概是嗯稍微补充一下对现即现阶段的话就 其实妇联和嗯民间的草根组织其实走的还蛮远的但是其实嗯现在活跃的组织的话很多其实也是很久很久以前跟妇联有关就很多有一批人是从妇联的啊妇联走出来然后嗯来做一些民间的妇女组织也有这么一批人 然后这批人也培养了就是新一代的就是民间的女权组织嗯就是大概是稍微补充一下 我感觉因为刚才刚才有就是朋友好像听到是要问一下就是学术和还是学术还是什么来着就是跟那个运动的关系其实还是蛮密切的当时特别是95年代的时候就是一批就是学者 嗯性别研究也好就是这些学者其实是参与到那个啊社会运动的就是展开里面嗯 啊就这样 给大家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就是一定要 有Vision就是老的那一代他就没有想要培养新的那一代我们要着手要培养新的一代 把群里面最年轻的那帮捉出来逼他们上课 把把把女权主义的火炬要要传下去 lesbian continue 我看shiloh在chat里有问到苏联在阶段性偏向哪一方是由什么主导因素决定的呢 然后郁杰老师也有一些分享 呃郁杰想开麦 讲一下这些吗 嗯我觉得他当时的这个所谓阶段性实际上是不是看他想偏向于谁是看这个nation state对他管的有没有那么严 不是他能决定我偏向哪一方的 就是与其说是这个所谓的什么个人素质个人认知的问题 我觉得更接近于这个nation state对于性别关系性别所谓的他指的这种性别意识形态抓的紧不紧的问题 就是他现在抓这么紧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和结婚率的一个跳水 包括这个离婚率的一个攀升 就是他以往的这种呃依托于这个异性单偶制可生育婚姻家庭的这种性别关系 他也有受到了这种像现在当今的这种特别是妇女的性别意识觉醒的这样一个冲击 所以说他现在会在这一块在性别关系和性别意识形态上他会抓的更紧一点 也就是说他这个妇联现在会更偏向于官这边 他就会成为一个更明显的官方代言人的一个形象 然后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他这个有很多这种高校性别研究中心 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性别研究中心 而且很多他是这个base在这个文学院下面 就研究什么什么女性主义文学呀 什么女性的写作呀等等 他不是去base在一个这个什么所谓的社会学院底下 他更多的是接近于在研究这些文学艺术里面的这种女性意识 性别角色啊性不性性这个女性主义等等 所以说他现在这种性别研究中心就是有一些是因为这个经费不足 因为这个性别研究在国内本身他就卡得很死 然后呢他给的经费也很少 所以他很多的是因为这个支撑不住了自己就关了 有的是因为在这个官方他比如说这个妇联 他会派遣一些什么巡查员来你这巡视巡视入住入住 然后他就是慢慢的他就是变成了更加人畜无害的一些研究 就比如说研究一些女性怎么写作啊 什么什么诗歌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这些比较人畜无害的一些课题 所以说他跟这个所谓我们说的这种魏命宁 公众号事件的这些被关闭的学生相关的社团还不太一样 因为他更偏向于一个是一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就是学者性质的 然后他现在更多的有了这个入住之后 他偏向于一个半官方性质的 所以说跟这个学生的这种社群的组织 社团的组织还不太一样 而且现在他官方会更加的收紧 对于这个所谓的学生啊 或者说是非官方的声音的一个管理 你说复联对性少数关注吗 其实他是这样的 就是复联对性少数的这个关注 主要还是有部分的这种认识程度比较高的 或者说是他们能够接触到西方理论 能够接触到学术界的 跟学术界这些知识分子比较密切的 复联的一些部分的官员 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跟性少数有关的案例 他也不是说是有关的理论概念 他更多是案例 就比如说像什么这个 就是类似于这种跨性别的这种就业 其实跨性别就业其实跟他的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呢就是他能够去跟学术界这一圈的人 如果他接触比较密切 还有跟这些律师接触密切的话 他这个能够接触到一部分相关知识 但是从复联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不会去做太多的事情 因为他在这个整个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域中 就没有性少数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传达上厅的这样一个官方性质的群众组织 他也没有更多的权利去关注这些 也没有更多的这种 怎么讲 他也没有更多的这种动机 或者说是驱动力 让他去关注这些性少数群体 听得觉得有一些绝望 也就是感觉这是唯一的声音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才可以 怎么才可以resist呢 就是感觉这如果就是唯一的声音上 并且一直都在影响着大家的话 郁绝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就是我们可以从practical层面做一些什么 就是像之前戴景华老师提出了什么 比如说女权游击战的概念 就是就是在各个层面 就不知道郁绝老师有没有什么一些 suggestive的action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我也比较悲观的那一种 我其实是属于比较悲观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现阶段 你如果去掺和到一个官方的话语 说是一些官方的这种实践中的话 你很难说你能有一个自己的容身之地 或者说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层面 就是类似于你打游击战的一个层面 去在agenda setting的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去设置你自己的议程 而不是被官方的那种垄断性的议程所打断 所被他的就是你不要去被动的接受主流的这种性别的秩序 对于你强加的一些的影响 只能说是只能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这个minor activism 或者说是academic activism 他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啊 这种认知层面的一种改变 或者你很难说你真正去 比如说你去做这个right advocacy 然后去做一些这个推动于法律的实践 但是他能是能 但是他有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听到你下面的声音是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是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一个修订的阶段 也有很多这种性少数的群体团体 他们也去呼吁说我们在这个妇权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 我们去加入一些能够保障到性少数群体的这样一些权利 因为他这个妇权法的这个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立法的标准是性别平等 那我们在这个性别平等的这样一个agenda里面 他会有一些涉及到性少数群体的一些平等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虽然当时有了30万左右的一个意见 再往上提到上面去 然后也有这些 因为当时的这个妇权法修订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冯元老师 他们这些属于女性主义的 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些群体 他们有在往上发声 然后呢也有 因为这些群体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法律背景 他们在这些做法律背景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这个性别歧视案件 他既有歧视妇女的 也有歧视这个性少数群体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它是有一个联动的 那这些联动的话 也反映在他们这个修法的意见上 他们会往上传达 但是到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没有收到一个官方比较正面的 或者说是一个肯定性的 一个积极的答复 所以说更多的 还是从一个认知的层面去 建立一个这样的同盟 而不能说我们直接能够 进入到一个right advocacy 直接参与到这个政治层面 去推动一个法律啊 或者说什么一个政策的改革 我想补充之前的一个观察 就是有一些网友会说 就是要也不是变成了 就是假装自己是粉红女权 然后就是说一些支持这种党和政府的领导 然后在就是什么女权是符合什么那个政策的 是呃也是符合一个就是国家的需求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反正是用这种方式在中国 survive 嗯对但是实际上是很tricky的吧 就算是因为就算你以这种形式去做事情也会很快的就会被弄死 就不管是就假设你做一些真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radical 或者怎么样的东西可能都不是radical 就可能是提到这种词或者是做一些这种事情 你再怎么普通就再怎么假装也没有利用 这就说明党和政府的英明你知道吗 他不看你说什么不看你做什么 你只要做的是反正谷的事情那就那就不可以 哪怕你嘴上说的再甜说你是粉红女权那也不行 而且能做事情真的很有限 但是读完这一篇就就像之前大家在进来之前我们还在和Tory老师聊就是这篇打开了我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女权也是可以无孔不入的就是他们堵死了这个我们就找别的出路 我们就总是有就是他们堵什么就是我们总是有办法去branch out的什么主流啊民间啊什么就娱乐啊就是要包括就是我们的隐身读物的那个超女就是 就promote这种中性文化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搞啦啦啊带着周围人一起搞啦啦就是很多不同的操作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我就是前两天不是那个什么联合国的谈谁笑什么之类的我还去看了一眼他当时的那些发言 就是说像国内这种说收集了多少意见你最终你不见得能看到什么效果而且这些他得到的意见越多 他拿到联合国上去说说啊我们在这一次法案的那个什么当中我们采集了多少多少的意见 所以说你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言论的地方我们超多自由言论你知道吗 但是你就就完全就看不到任何结果 so ridiculous yeah 郁绝尔说的太对了就是不管用什么理论就是他不看理论他就看你怎么做 那我们就不会就smart as well 就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就那样做他就是 就他总应对的总比我们就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要慢 那我们就有那个time lagging 你就那个lagging可以promote的一些东西 对尤其是作为一个官僚制度比较严重的 他其实就是他不把我们现在的一些东西网上报其实也为就是 性少数群体的全不会对国家生育率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能就可能这个也跟西方女权的这个历史有关吧 可能大家就觉得搞完女性的然后再轮到基老和拉拉可能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被限制了就没有想说哦 那咱们先搞拉拉再搞女性权益行不行 弯道超车很多人一讲女权就马上想要什么颜色革命 什么和平演变 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得渗透他们的话语体系 我们搞比如说爱国女权搞爱国拉拉 就是假装我们在爱国 但其实我们在搞拉拉 对啊雨昕请请给我们提一下爱国拉拉应该有怎么样的行为体现 境外势力我们就搞什么中国特色主义的拉拉 对不对就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就是 大家感觉中国特色主义拉拉 那你首先得生点孩子吧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就是就是行动 行动起来 然后都是个人的生活里面就是关于就是啊 有一个问题在查特里面就是说觉得就是性少数群体他跟那个国家生育育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就我而言就是我的一个体验是如果我爸妈他们老一辈的那群人 他们一听到说啊同性恋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会跟reproduction就是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哎那两个同性他们是不能够有孩子了 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就会觉得很奇怪他们的然后包括我爸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人都不结婚那人 都就是啊跟同性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人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就算这个事实上就是啊同有人不结婚或者是有人是啊搞啦啦搞gave 对整体的生育就算没有影响但是就是在我身边的那些老一辈人来看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这样有一个threat 他们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哎就是有点不规范就是有点不对啊就是会会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反正我不知道就是上升到国家还有政策这个层面是怎么样的但是起码我的家庭这个structure里面就是比较有话语权的那些长辈尤其是家里的男性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不正常 因为他们都会把就是结婚还有甚至是爱情都直接跟生育建立非常直接的一个联系然后他们就会往那个方面想不管这个事实是怎样的 把爱情婚姻生孩子然后呢和和地球有没有人结合的一起身上 我爸爸就是这么一个非常ridiculous的一个逻辑但有但由于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比较有那个经济主导的一个地位就是也没有人真的敢跟他去 argue 反正我爸爸他就是这么想的虽然我真的觉得很ridiculous 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说服他就是就是拉拉可以生更多的孩子啊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就一年吃他最多只能生一个 拉拉一年都可以生两了两年生四三年生六 碰碰他们的话语体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生那国家是不是应该promote来了 感觉拉拉跟女权的overlap太高了就感觉这个risk factor比较 丽田老师举手了丽田老师听不下去了呢 这个没有没有其实也不是听不下去就是因为打字打的太慢打字打的太慢了干脆就开麦吧 嗯就是实际上大家在强调这个生育率结婚率的时候可能忽视了一点就是他不完全说你要生孩子 他生孩子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你才能生出来这个孩子然后才能符合他所谓的一个社会的秩序 就是我可能已经老正常谈说了很多遍的这个异性单有制可生育的婚姻家庭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基石 然后在这个东西里面生出来的孩子你是符合他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生育率对下一代的这样一个要求的 他不是说你随便你来这个生个孩子你有这个保证生育率上去了就行了你保证他的数量上去就行了 但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地方他会放开了这种非婚生育 但他的非婚生育还是一个男和女之间的你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之后 然后你生出来的孩子只是你不在一个婚姻内 当然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话 在国内的应用它是这样的就是男性捐精可以女性动卵不行 女性这个卵子就是之前在湖南有一个案例 它是一个案子当时这个这个女性是她的丈夫去世了 但是她的丈夫生前留下的就是她和她的丈夫生前有这个 她冻卵了然后她的丈夫有这个精子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医院有留存这个冷冻的胚胎 但是医院说我们根据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要求 我不能让你接着用这个冷冻的胚胎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根据国家的法律 你丈夫没了以后你属于一个非婚状态的一个妇女了 你不在婚姻存余期间内 你就不能对这个东西应用它 你就不能应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就是你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跟你的婚姻状态是绑定的 单真的女性不行 然后没有结婚的男女不行 这个丧夫的女人也不行 就是你只要不跟婚姻绑定的话 你是不能够应用这个这个这个胚胎的冷冻胚胎的 然后她虽然最后判的这个法院判这个女性她是胜诉了 但她胜诉的时候这个法官的这个判决词也非常有意思 她说这个女性她要这个冷冻胚胎是为什么 她是要这个完成一个传宗接代 她是有这个体现女性的传统美德 体现了这个女性的家庭责任等等 她是以这样一个口吻 她去肯定了这个女性去争取一个自己有自己这个卵子的这样一个冷冻胚胎的再使用权 就大家可以看到了从这个案例能看出来就是国家目前对于生育的一个强调 对于婚姻的一个强调 她不是单纯的强调说只要有人结婚只要有人生孩子就行 她是必须要在一个规范的一个社会关系中你去生这个孩子你去结这个婚 不然的话比如说她要强调说我结婚率低了 那人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批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呢 批准这个合法的话那不是有更多人你就进入婚姻了吗 对吧你给了她一个更多的选项能进入进去 但实际上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这个同性婚姻 她更相对而言她类似于一个alternative option 她更像类似于一个可选的东西 但是她这个异性单偶制的这个可生育的婚姻 她类似于一个social institution 她是一个社会机制 对吧她是一个社会机制 她不是一个你可以选进去还是不进去 你现在选了不进去是因为你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一些经济实力 你有钱你能去购买其他的服务 你能够去替代一些跟婚姻直接绑定的民事权利 和一些社会保障 但是以后她会慢慢提高这个门槛 她会提高你保持不婚这个option的成本 然后把你逼到这个婚姻里面去 这就是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social institution 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可选择的社会选项 那你觉得这跟就是维稳 就比如说国内多出那么多男的有关 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她这个观念就是 我们现在在研究性别失衡的时候 她会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男性这么多了以后呢 然后她就会产生了一个 就导致好多男的她就找不着对象 然后因为男的你找不着对象 她就那个要乱 但是这样一个逻辑实际上会落到一个什么里面呢 就是她认为保证男性的婚姻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石 就是这一套的逻辑 她比如说这一方面她会强调说 这个性别比例失衡 然后社会也失衡 然后另一方面她会强调说 那这样的话我们更要保证这个所谓的异性婚姻的一个稳定了 那你就更要控制这个离婚率了 因为他男的你只要一让他找不到对象 他就闹 社会他就不稳定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放在这个异性婚姻的一个机制里面 你要让这个婚姻家庭来消解很多的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它是这样一个逻辑通路 所以说我们在强调这个性别比例失衡 导致这个社会不稳定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这种逻辑 就是你把所有的性别不稳定 然后你认为说只要你保证男的在一个异性婚姻的家庭里面 它就稳定了 那这样的逻辑的话 反过来会加强这个异性婚姻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 对于女性的一个捆绑 对 我就觉得这个institution 它这个完全是一个institution的运作 我再回到刚才来讲的是这个heterosexual的婚姻 就讲到我觉得上一期 就是上一季最mind-blowing的 就是婚姻这是一个institution 然后它其中它有好几个characteristic 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可以进行self-reproduction 就是你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在一个婚姻里面可以生 然后这些生了的 然后又可以跟其他的heterosexual再进行结合 对Lala和这个就不能进行 这种分裂式的那种growth 所以我就觉得这政府主要还是 所以就是在这个institution的前提下 这个背景下 说什么婚姻和结婚和不结婚 是个人自由选择 然后做不做 该庭主要是个人自由选择 就是非常的搞笑 你可以作为个人抗争的手段 但是也国家力大会运弱 那时间关系我还是先cue一下流程 接下来是Tori老师在刷小红书的时候 发现的一个帖子 然后讲就是过去 006年到15年吧左右 国内性别研究性别社会的发展情况 相信Tori老师有什么想分享的 就是刷小红书的时候 顺便看到 然后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话题 有一定的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有 这个study做的有多么好 或者它有多么referentative 但是我就先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它里面讲的是 就是 首先我第一看到的就是研究不足 这个第一条 它讲的就是这个分析的理论 需要进一步加强 然后这个也是提到了 这个theory的问题 然后我就联想到就是 之前我们所说的 那个关于对于本土化 关于这个争论的一个critique 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底 就是作为theory的consumer 还是producer的这个问题 那这么看来就是分析的理论 还是需要一个更robust的框架 然后在很多的graduate 这个应该研究对象 就是所有的graduate 就包括硕博 学位论文 然后这个理论框架的部分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所以我们在就是 在做这些seminar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理论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导工具 然后即使在就是现在的gender study 在中国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存在的不足吧 然后另外就是这种interdisciplinary的perspective 然后我觉得比如说 从人类学的角度 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 比如说从历史学的角度等等等等 这其中间我们都可以 有很多这种communication 然后并且从这些不同的学科看 总结出来一套怎么样 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比较insightful的way forward 然后呢 还有就是整理和传播呀等等 然后这些做成这种archive 做成这种peer review的article 然后传播这方面 其实可西方确实是差别比较大的 比如说在织网 一些限制啊等等等等 或者是versus 比如说google scholar等等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就是对于lgbt 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这个研究是相对比较少的 然后就是超越二元理论的研究比较 还是比较limited的 然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 然后部分表达过于形式套化不够实际与具体 所以通过这些通过这个post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吧 就是通过总结现在的一些 啊existing study 看我们有什么需要加强的部分 对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国内如果做性别研究 当然我我自己的positionality 我并没有在国内做性别研究 所以这个只是我看到小红书上别人分享的 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算一个secondary source吧 嗯然后如果有大家在国内做的肯定有更多的first time experience 也欢迎分享就是比如说关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啊 或者是嗯如果研究中国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件啊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对这里面有非常多讨论的空间我们之后也可以继续讨论 看我们是想在这里讨论还是在最后一起 想提问就在里边提到方顶的问题现在的方顶学术的理论的这些方顶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讨论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方顶都是大学出的吗 出了方顶啊确实very very limited 即使在西方我觉得嗯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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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ment给的一点点living which就是 大概能cover你的房租和你一点点吃的这样子其他的再多的确实也没有很多 尤其是对于international student然后你不是公民没有pr身份的话 基本上就是方顶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嗯那如果你们比如说去调查采访然后那这些方顶来源于哪里呢 嗯我的像我自己做的博士论文的dissertation我并没有 并没有人给我提供专门的方顶只有序里给的非常少的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相对支持性的 但是呃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我participant的提供一些金钱作为奖励 unfortunately 然后这对比如说我的recruitment可能有影响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免费给你谈一两个小时 是这样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practical的问题吧 我觉得嗯方定主要就还是就是看你看你这凑点那凑点什么从一般都是department 如果做人文的话很多也都是department 里面 嗯所以就看看你系里有没有咸鱼的钱 哇这也就是说明了我们也可以就是从其他方面支持 比如说增加学术领域的社会影响力 然后让大家都来免费的做tory老师的survey 这样的话tory老师就学术的框可以分析了是不是 对谢谢新的宣传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去一些funding的limitation 进入下一个话题吧 先就是我们第二篇扩展阅读是讲超级女生的 我听那 嗯那tory老师先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再开始讨论吧 这个我其实就是我们的optional的reading 然后我觉得这篇就是正好做的关于中国的 而且是关于lgbt比较相关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然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读了这篇文章 然后他大概讲的就是就是他分析的近几年来 一直到大概什么16年17年为初 很已经我只看过什么第一二期的超女啊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longitudinal的分析 然后看这个节目上面对于这种啊 androgenous的这种女生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刻画 以及他背后比如说节目组啊 还有啊这个这个电视台啊政府啊等等 对于这个的干涉 然后啊他这里比如说先define queer 他他的对于queer的definition 是比较嗯 expansive 的相当于 他不是一个single identity 像我们说LGBTQI I identify as queer 等等 啊而是说任何比如说norm disruptive 的行为 或者是啊表现啊 sentiment sintimacy 等等等等 都可以被称为是queer 嗯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highlight 一下他的 finding 吧他觉得呢 这个是超级女生他啊 repeatedly disassociate了 queer ambient sentiments and fantasies embedded in celebrity images from stereotypical sociocultural register of lesbian identification 啊 thus the show adheres to a form of offstage heterosexual authenticity in which the celebrities can present queer public personas and queer performances while their real private assumed heterosexuality remain guarded 就是即使他在这个啊镜头面前展现出了很多中性化的 cpi 甚至 比如说里面比较有趣的就是有一些 tt 所谓节目主题上 ttl 甚至就在这样看来是比较先进的啊即使在现在的同性恋群体看来也是比较先进的这样的啊一些推广 然后以及从李宇春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呃女生留非常短的短发爆炸头 然后当时看看看看看来是没有特别符合 gender norm的这么一些看起来比较 lesbian 的行为 但是其实通过比如电视台的一些manipulation啊 然后还有等等政府啊 还有这些整体的策划 让这个还是这个queer的potential 还是被非常严重的limited了 因为他还是大家还是会assume 就是这个queer只是一种 这种public performance 然后只是在台上你这样表现 可以吸引观众的一些眼光 然后是一种策划的行为 但是他私下的话 他可能either比如避免谈到自己的sexuality啊 避免谈啊 或者是大家assume他是heterosexual啊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没有说 比如说像何韵诗这样 在香港这种公开出柜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所以说他其实还是maintain了 这种heterosexual authentic self的这种idea 虽然说他在某种意义上 还是比较就是transgressive的 但是就是这个这个transgressive的potential 他是也是被limited的 所以他的题目也是叫queer yet never lesbian like real lesbian 这样子就是我对文章的一个比较简短的总结 然后这个算是中国中国研究至少是不知道算不算不知道符不符合就是很多本土化的定义哈 但是至少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研究 所以可以结合就是我们之前读过的今天这次读的就是这篇 reading 然后看比如说如果大家做中国的研究啊会测证于哪些方面啊 或者是说对这些这对这个文章有任何本土化的建议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就是想open up discussion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就是国家还没有察觉到比如说这个中性文化它可能潜移默化的会改变大家 然后当时就有那个超级女生的一个window就在他没有反映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就是在这个空隙期间做一些操作对现在已经察觉到了 就是就比如说上野千赫子老师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event给了大家condition of thinking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事先没有察觉到的 但是就我们就有一个wave of这个女权思想传播出去 然后大家之前不看女权的也开始看女权 所以就感觉这是这些也都是一些innovative的方式 这也promote了就是我们个从个人层面上来说也可以去promote一些还没有被察觉到的一些一些wave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去做中国的性别研究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可以explore的现象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这样的event 然后经过比如说大家的啊这种meaning making 然后经过的一些传播啊等等他都酝酿成了一些啊对女权或者是对女性的地位 或者对lgbt community其实都是蛮meaningful的啊造成蛮很meaningful的一些影响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学术的角度然后分析他们真正造成的影响以及promote这些event 但是我觉得他无论有没有觉察他他觉察之前可能是有一点点OK他不是非常的by gender norm 但是他觉察之后他就有点queer baiting然后会我就我会觉得我看了这些比方说的哦他就是两个人组官配啊什么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他是用一种他说sexual的角perspective来disintegrate我们的lesbian continue 我就会这样有这种感觉 这好像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很商业逻辑的就比如说你的浪姐两个姐姐组CP然后大家都很爱看然后节目组会炒这个CP 然后传播度也很广就是social media friendly呃这种这种这种传播的这种东西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出柜真的是要搞啦啦那你就会直接死掉但是就在他能让我们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传 这样大家至少能看到哎可以搞啦啦好像可以搞好像还挺popular的大家还会嗑就是在这个context下就是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传播 然后等到他shut up的时候好我们再找另外一个可以传播或者可以制造的东西就好像营造了一个特别友好的一个假象 那你只要真的一那我觉得像郁杰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他一旦禁止呢就说明官方引起就是这个事情引起官方的注意了那他就变成一个political的事情了那反而也会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你官方都把这个禁止了他肯定要下一些比如说广电总局下一些令那大家就会新的引起一波discussion 然后会重新审视这个东西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他censor肯定也有censor的一些就是这些都是双刃剑感觉如果大家能够就是都是非常以一个明眼看的话他这种东西很难完全被censor掉而且他如果已经造成了那些影响的话他censor只会更紧 就是像越repress他就越出来 yeah 就像那个铁链女在刚开始还没有发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疯狂的转排对吧那就是一个window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们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就是制造event这样 就是play the smart 我这看这个时候我应该还觉得就是感觉大家在哪吵cp尤其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cp来作为一个他们heterosexual的那种代餐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他们heterosexual的cp有时候他们吵不太起来或者有时候会会会因为他们成真但是他们又是靠sexual attraction来顾粉啊或者怎么反而他就有有可能起反动反反反作用或者怎么样 然后呢我会觉得我会比较angry就是因为他们又有甜度就是朝女生和女生的cp他们又有甜度 然后但是又会产生一种就是说啊大家就会觉得哦他们都是女生so it's not real 有时候你会觉得男生就觉得哦lesbian你以前是lesbian it's ok well it's not like you have the real relationship or sexual 我就我想到这个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我就整个人就非常angry 或者我觉得是当成一种时尚单品就像很多女学生女生会把跟gay玩的好当成一种很时尚的一种东西就像现在这样说我嗑两个姐姐cp然后侄女说啊我我嗑两个姐姐然后我喜欢女童什么我喜欢美女就是一种很时尚流行的东西 所以这个流行可以帮助我们只是一个问题还可以吗好好不要业功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心理有主义的这种东西就类似啊 啊和阿伯雷还爱与所有的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那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就是因为我观察的一方面就是一些姐姐cp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科男男cp啊就是你能叫什么 呃 动员更多的 妇女去觉得啊因为他们在之前的 叫什么呃就是我们之前 应该是查理一章的那本书里有提到丹梅的时候就说其中 呃这这些丹梅爱好者他们 在非常呃喜欢边文化的同时他们又觉得女童性恋是无法不能接受的 所以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浪洁之类的能让更多的 平时以前反感女童cp的人觉得他也可以磕起来女女了 可能也算一种进步 磕着磕着你才能你才能实际啊你才觉得啊不如我自己试试吧 你试试啊还不错那我们一起搞了 首先要让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流行 让大家觉得重要是可以存在的可以接受的 嗯那不管是他可能比如说丹梅和同志文句两个东西 丹梅是对真正的同志的一种过度的美化 但是另外一种层面上他确实也是一种男性主体的叙事 就是潜移文化是加剧的这个就是 男性主体的这个中心的这种流行的这种元素 但是如果是拉拉现在首先就是拉拉 还不不没有成为一种流行的东西 还会觉得是一种不同于gay的啊一种对吧 但是如果还是成为流行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会 这也是一个资务对 就是把拉拉搞的变成就是 Modernity先进性的体系 真的都换上了 就点燃大家之前那个passion 点燃大家搞拉拉的这个passion 感觉这次是涮眼千赫子老师的那个访谈 也是被男人伤害过的那个问题 直接也有助于这个idea的传播 感觉搞拉拉的确实是比较好的 天哪这这件事太棒了 Tory老师说的太有道理 对啊他应该说对 他就是为了男人伤害过 那我们不如来搞拉拉 我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 我确实是被男权社会伤害过 我不愿意再沾男了行不行 我就觉得 it's not that far away from me oh yeah it's like one step away 觉得你被男人伤害是一个shaming 一个他其实我就觉得 如果你在认同然后所以你 他也是这个shaming 在gaslight你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可以认知就是说啊 ok so what 我就不想跟你玩了怎么着呢 你说我是不是被男人伤害 还不知道so what 我就觉得你 talk whatever you want 反正我就不想 render them irrelevant 因为老人就是irrelevant 就不要被他们影响到自己的心绪 玉璇老师 玉璇老师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就是可能这个百合的社群 就是没有大家想的 就是没有进入到一个公共的视野 是几年前的事 但是这几年他因为比如说一些浪姐啊 什么什么青女 青春有你二啊 那这些他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个公众主流的视野 就是发现什么 就是这些资本开始去营销他了 你就知道哦 这个东西能赚钱 这个东西他进入公众领域了 但是他之前就是因为我是从比较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 然后也去看这些东西嘛 看一些这个百合 因为我们当年还是有这种什么 叫这什么百合剪辑的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百合群像啊 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大概十多年前吧 这种就是他比较一种小众的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所谓这些单美的消费者 就是这些妇女啊 这些群体 他们有了一个几十年的一个base 他们就知道一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是跟他这个文化 他本身生产的时候 当他要商业化的时候 他要去规避一些官方 可能给你一刀切砍掉的点 那这个一刀切砍掉的点是什么 就是现实的LGBT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砍掉的点 那怎么办 他们就会去强调说 我们是一个homo sociality 是一种同性间的一种暧昧的亲密关系 因为中国的话更偏向于doing而不是being 就是你不跟他说你出柜 你给他一个label的话 你就会默认说 那他们就是暧昧 然后暧昧是最好刻的 然后一旦他给你一个label 然后告诉你他come out 完了 这个人就可以被封杀了 这个人就没了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的一些fandom的消费者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传统的BL 单美和现实中LGBT社群的一个分离 甚至他有一些人 他为了表现出来 这个我虽然我磕这个 然后我对这个LGBT 我不了解 然后我不了解 甚至是一种排斥的态度 是可以 可能出现 就是有些人他会一边磕 单美一边反同 一边恐同 这非常正常在这个contest里面 然后就是包括在 就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种 你营销景观中这种激情 就实际上是两个美女 两个有钱的美女在那里 有一些暧昧的关系 但是呢 他和现实中的LGBT 他是有分野的 因为这个lesbian communities 他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主流的认知中 因为这个gay的话 他比如说他在一个爱滋泛滥期间 他曾经进入到主流的一个视野中 哪怕他当时是处在一个被污名化的一个阶段 但是他进来了 他就是人家对他有一个认知 而不是直接从这个什么单美啊 从必要里面才继续了解有这么一群人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当你一个lesbian communities 你没有进入到一个公众的视野的时候 然后你在这个资本运作的这些大众媒体 在这些文化产业中 你能看到的是他们所景观化的 一个唯美化的激情 一个百合的景观 然后呢 你就会下意识地以为这种东西 它就是一个lesbian community的一个缩影 但是它实际上不是 因为lesbian communities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社会的问题 一个是lesbian 它本身它是真人 它不会说是完全符合你营销出来的一种形态 就包括这个现象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有 包括因为我有的同学 他是研究 他是菲律宾人 他去研究菲律宾的这种queer communities 他会发现一点 就是菲律宾的 他们看似说他的国民 对这个LGBT 对这个queer communities 对性少数的一些表现 他的接受程度很高 但是他是因为他这个国家 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那他们也没有通过这个同婚的合法化 那在他们的这个大众传媒的领域里面 也有对于这个LGBT 对性少数群体的有一个怎么讲呢 有一个景观化的刻板印象 就是觉得这些人是什么 时尚的有钱的 就我们所谓的阳光中产好同性恋 这样一个形象 就只有这样的形象 它是被一个公众所认知 可以接纳的一个形象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它跟这个景观化的 唯美化的 跟你现实的生活的这些人 他的生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脱离了一个现实的群体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推进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right advocacy 但是你如果说是从一个 只追求浪漫关系 然后你去推动了一个现实权益的话 就会导致什么 你可能会被整改 你被上面注意到 你的political potential 它就展现出来 你就被注意到 就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知道 同女 不是什么同女 就是热拉之前 有那个有一段时间 他是被下架整改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 我记得是17年左右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时他们在这个 他们官方推出一个活动 是关于这个同婚合法化的 一个宣传 一个promotion 然后因为当时热拉 他们推出了这个 然后就被当时被下架整改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上面 做一些什么百合的广播剧啊 什么百合的小短剧啊 OK没问题 你开始说 我们要推广这个建议 去推动这个同婚合法化的立法 不行 你下架整改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方面 它的visibility 它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要让社会知道 有这么一群人知的存在 但另外一方面 当你这个在一个 比较严格censorship 一个审核机制下 你只能展现出一部分 它最美好 最景观化 最泡沫的这一部分的时候 你跟你的现实的社群是分离的 甚至说这种的visibility 不一定能帮助你现实的社群 获得一定的社会的支持 包括你的社会权力的实现 大概就是这样 突然一开始悲观 感觉再怎么干也就是小打小闹 在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上面 就是还是非常无力的一个状态 玉璇老师觉得拉拉社群 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真正的权利 我觉得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拉拉社群的问题 我觉得它更接近于就是我们这些非典型的 非规范性的少数群体的公民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很难在这个一个社群 就是一群的少数派里面 我们再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性取向啊 什么什么性条件 我们再分出一二三个群体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比较这个特殊的 独立的权力在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还是先抱团取暖吧 因为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要跟这个群体 我们有一些特殊性 我们要跟它分割开 但是我们发现在争取这个同盟 在争取支持的时候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非规范的一个少数派 就是大家都处在一个被打压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说就是能联合就能联合 能团结就团结吧 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还是一个求存 就不要想着这样 对 听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这些一个讨论 跟这个有点关系 现在关系不很大 就是说我就在了一个群面 有讨论要不要把婚女 就是这个词的 怎么去使用 六人学的婚女这个词是划分阵营 就觉得好像都是女性少数 不是 女性少数共同体 都是少数派 就不要再把这种婚女划分出去了 但有人认为就是婚女 这个词它已经是男权的那一边了 那一派了 所以我们就是等于 等下婚指的是不能结婚的那种 女女结婚 不是 就是一性恋婚 这他们算是少数派 虽然说结婚率在下降 就是作为女性 结了还算婚女吗 还是就没有 我觉得要要敲开她的脑 现在要再婚吧 我是觉得就是 她作为 就是作为女性肯定是能搞女权的支持 但是你作为一个结婚 经历性恋婚姻的一个女性 你肯定是这个屁股是不有自主的 会放一部分在男权的一点的 就是你等于还是在顺应这个 这个一传统的 太多那么听不及的这种 这种制度 所以大家怎么看的 就是对于 对我觉得有联合啊 这种阵营划分这种问题 Chloe我也要说抱团取暖 Chloe要不要来发表一下抱团取暖的 思考 刚才听嗯 一直在讲那个抱团取暖的事情 嗯 其实现现状还是蛮悲观的 就是现状是蛮悲观的 就是做运动的 大家其实就是运 运动者其实都在那个不得不被 嗯 被迫分离吧 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串联的机会 但是现在其实是属于不敢串联的状态 更多是 所以是一个蛮悲观的状态 但是 其实真正要改变的话 可能还是就像刚才一句讲的 就是可能不得不去串联 去抱团取暖 就是在这方面自己还想挺多的 就是但是还是蛮悲观的 现状是蛮悲观的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 也许是可以有可能性的吧 就比如说刚才在讲那个 对于婚旅的就是从女权 女权圈里面把他那个 撇出去的这件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这件事情的话 就可以用intersectionality 的这个概念来看嘛 而个人觉得就比如说 嗯 你不能你不能只要只要就是看到一个 一个女的他结婚了就 首先就把他就是 或者在心理上或者是在身体上 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人来进行支持自己 然后从这个制度里面就是取得一些 第一但是就是苏萱我个我我我 其实还是蛮的就是很反对 就是婚姻制度这件事情 但是从就是intersectionality的这个视角来看 其实你也打消了很多就是抱团取暖的可能性 到经济独立就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只有这一群人才做女权 然后其实最后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真的 就是社会制度的改变 嗯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刚才 根据刚才的就是婚旅的问题 就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嗯 我觉得我太太同意了 就像tory老师之前讲的 就是我们得看到他的就是他社会结构里面 就是谁真正获益了谁受害了 用那个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你看我们一个行为 比如说我们exclude community member的时候 真正受益的是谁 比如说我们割裂女性 然后歧视一部分结婚女性 那到底是谁受益了 那肯定还是就是在在这个patriarchy society里面 可以unite each other through brotherhood 和mutually就是misogyny的这样的男性受益 而不是女性群体本身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应该就是通过一个 就是真正看分析就是谁受益了 谁受害了 通过这种比较 对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这样子想 那你就传结 那像比方说现在女权 为什么说是女权不要太跟男反对站在一起 那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你不相信他们 最终也会代表你的利益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分裂 那谁获益共产党获益 但是你说如果传结的话 你真的能够相信这些人最后能够代表你的利益吗 像我对我我对这方面感知比较深刻的 就是像我们UC前一阶段就在做strike什么TA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大的campus 最后这个final contract的投票率通过率是最高的 其他几个小学校他获益没有那么多 他的投票率不通过率超高 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被我们这些大学校裹挟着只能向往前面 他们很多人都不开心 所以我就觉得你有时候你团结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不思考那些东西你会被代表 然后你就会失权你会失声 我觉得going back to我们上一次讨论的就是 是不是真正为以女性的social status得到提高来作为最终的目的 像当时我记得和英镇就是说这是以最以这个作为最终的目的 versus 当时有一些人就是也就是搞革命来作为目的 就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区分就是我们的 agenda versus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allied agenda 的地方 但是就是女性社群 他至少还是 他作为女性本身 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权利的 i don't know 对 但是我我同意 但是你on the other 我还是从我这这一次的那个ta strike 这就是很少人就是不同的人 你在刚刚开始你说 哦我们是为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涨心 但是每个人对最后成功涨的percentage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最后final冲刺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fractory 虽然说我也没有最终的答案 或者就是像你是搞machine learn 就是你怎么样evaluate这个success 你where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就是什么叫但是他至少长了对吧 虽然长了少 但是他按v 才长了一步 yeah 所以那你就说在ucla 那些我宁愿go into go into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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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ct lockdown 然后再进行一些其他risking lose it all 的那些人 那些人的mentality 就很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们割习 所以我就是也 对你看你的朋友就很生气吧 千薇要不要来看 来分享一下自己生气的经历 朋友是我的朋友 对我的朋友就是一个很悲惨的语言学phd 然后工资就是和学cfs的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他们还只有ta 然后好像听说工会谈判的时候 呃就是因为ra都涨很多 但ta就基本没有涨 好像是涨了一百多块 然后还是在三年 还是一年以后才给涨 但是因为工会的就是那些领导人就是就同意了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而且他他他觉得那些工会的人就是收钱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也只有这一个合法的工会 他只能参与这个罢工才能不追究责任 不合法的工会罢工就是学校可以追究他没有责任 所以他也觉得很无奈 很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很难去就 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就从这次工会 然后就各种power上面 我就觉得it's not so easy you know social movement 你你你对结局的期待是什么 你觉得你能的 我就觉得很难 而且我觉得这个tag 关于这个tag提出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awareness吧 就虽然他可能确实会分开群体之类的 但是你首先会代表我们意识到这个 一些年婚姻的诸多的这种 对其实我对这个婚女其实没有那么的 就是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非常奇葩理论 但是我比较同意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过 就是说男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戴对帽子 因为这个整个society 都会shame them 如果我们把婚女 if we shame them em up maybe they won't go into marriage in the end i don't know that's just the thought 当然我也有结婚的 i'm not sure about that 朋友 但是 但是 sound the too to solid yeah 但是 you know you know just the thought 你学老师从 那个 法律案例和理论法学的概念来分享一下 嗯 其实但我不是学法律专业 就是因为我是平 旁听的就是香港大学他们平等 呃就是他们法学院有一个平等权的一个系列的 这么一个呃 讲座嘛 因为他是其实际上有讲到了很多这种呃 性别平权方面的 包括有这个呃 我们常规理解的 性性别的女性的问题 然后有这个性少数的问题 包括这个呃 身心障碍者的问题 就是我实际上就刚大家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划分同盟 就是说我们要看最后这个一个划分出去的情况 是最后谁受利 谁受益 但实际上我现在从这个法律案例来看的话 是看什么 就是当你一条法律去实行的时候 就是谁和谁他们会同样在这样一个 处境下受害 结果你是发现谁跟你一块唇网齿寒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呃 就是呃 举一个案例吧 就是关于这个呃 就业的一个呃 性别歧视 性别平等的一个案例 就是呃 有一个是当当网的一个呃 跨性别者 就是这个跨性别女性 她实际上已经做完手术 然后改完了证件 但是这个公司 呃 这个以她这个 就是也也寄不让她去使用这个女卫生间 然后呢 又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又借故把她给开除了 把她辞退了 她虽然已经做到一个中中层了 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她是被辞退了 然后当时她在这个呃 法庭上她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对对我的这样一个呃 呃 一个性别的歧视 那么她究竟是对女性的一个歧视 还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歧视 然后就其实因为她这个处理她这个案例的这个律师吧 她不光是做这个性少数的一个呃 权益的代理 她更多的是做这个反就业歧视的一个诉讼 那么她就会认为说这也是呃这个就业歧视中 性别歧视的一个一个表现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的法律的条款越来越inclusive越好 就是你能使更多的人他的这个权利受到保障 更多人侵权的现象被法律所管束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说你如果从法律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囊括的这种被保护的人越多 然后他们侵权的现象被管束的越多 这种情况反而是越好的一个情况 呃 再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关于强奸的定义 它仍然是一个限定性别 就是只能男性对女性的一个呃 侵入到这个呃 阴道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个行为 他们才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强奸的行为 那在国外的话 他有很多的地方 他已经取消了对于这个性别角色的一个限定 就是他不光是男性对女性的一个性侵 然后同时他也取消了对于这个呃 性器官性姿势的一个这个要求 就是他不一定是必须是男性的阴京 对女性的阴道的一个侵入 所以说我们从他的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变得更加inclusive 我们也就能发现我们有哪些人 他在这个因为他们这些人跟我们一起唇亡齿寒 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所以说我们才要去推动更inclusive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变迁 这样才能去让法律保护更多人的权利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当然大家会讨论婚女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婚女之所以被割出去 包括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对于职场妈妈呀 这种休产假的孕妇啊 然后对于这个呃什么所谓期权的一个排斥 我觉得还是使得他整个的一个父权制的一个社会治理的体系 他在隐身了 这是我们传统会认为说这个呃 异性当有制的婚姻 它是一个分化的机制 它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去获得一些民事的权利 就比如说啊 在中国还不是很明显 在这个新加坡和日本比较明显 比如说你如果要分配到祖屋的话 你就要进入到一个异性的可生育的婚姻里面去 然后你才能获得这个社会的权利 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分化的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门槛在一个新自由主义 或者说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模式下 我们会认为说这这样的选择 是否进入一个社会分化的机制 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那么我们会谴责这些个人 说因为他们的失权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不是因为有一个机制的存在 是因为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么他们就要为错误的选择做出呃 做出付出代价 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去理解的话 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机制的东西去引申 然后把它降等到一个个人选择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的话 就是非常明显一个案例 如果说我们只谴责那些休产假的职场妈妈 然后说他们导致了女性权利的倒退 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归咎到个体的逻辑下 我们无法推动一个更加健全的 反职场性别歧视的 这样一个就业平等法律的一个进程 大概就这样 天呐骑狐冠领说的太好 对感觉这还是一个政府的缺 还是回到biopolitics那一张很多政府的缺失 政府的福利和一些权利他没有到位 然后就挑动群众斗群众 真的是缺德大方 我特别喜欢郁绝老师举例子 我就喜欢例子 跟我聊理论我要睡觉 你给我举例子我就明白了 真的又收不留神 这当时我们学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就是不会再被 结果又被这种表象死我就是 就是暂时的蒙蔽了呀 so true真是权力的运作真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总结了 我觉得大家的讨论都已经足够精彩 以至于这个都甚至非常难总结出来一个更 就是角度更高的任何perspective 嗯对然后对回到回到那个问题吧 我觉得还是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 我每次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呃比如说讨论对于中国的 呃某些女权流派啊或者是就是回到这个 呃我们第一篇看到的文章就是我们的 required的这篇文章里面讨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还有就是比如个global local啊这样的 嗯relations of power 我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power的relation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这个肯定是shap了我们自己的standpoint 啊standpoint theory就是feminist做feminist research 我觉得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吧 就是你肯定是就是standpoint theory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 然后是一开始darcy smith在提出在社会学中 呃被广泛应用 然后作为你作为任何的feminist scholar 你都要反思自己的positionality 反思自己的standpoint看自己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以及你在你和你研究对象所处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的啊 distort或者是对你的一些结论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practice 就是啊你actually doing research的时候 以及你对啊一些观点提出批判以及你自己选用的理论框架 其实每个部分都很难跳出你自己自身的一些positionality 嗯所以对就是想呼吁大家就是对这个问题多多多多思考吧 就是比如说在啊讨论比如说田园女权那到底relative to谁的话 他才成了田园啊难道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城市女权 或者是非田园女权啊以及或者是我们讨论到的啊 比如说对于一些本土化学者的一些思考 觉得他有一些limitation然后但是同时我们也感觉也可以反思一下 自己有怎么样的limitation以及我们的standpoint 到底怎样ship了我们的一些strategy啊对好比如说刚才我觉得刚才对于啊 比如说这个到底要不要说婚女的这个的讨论也都非常精彩 然后嗯感觉我们大家就是形成一种consensus 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难但是嗯更难的是意识到就是我们的这种consensus 背后有怎么样的sumption是不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些standpoint 然后对于比如说推积到其他更多啊social group 他们在practice啊practice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样其他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 嗯其实对我也这些都是非常意识流的一些发言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嗯重要的总结看大家觉得哪些重要可以在嗯pick up 进行讨论或者是我不知道根据根据时间的观点然后我们也可以live it for other episodes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关于这个激进女权的翻译当时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有些人觉得就是用这个 基本的鸡有些人觉得要用那个鸡就是鸡激动的鸡但是啊还有的人就觉得如果用鸡激动的鸡的话就显得非常的反动 所以就更支持用基本的鸡的译法 就是感觉很有趣 现在很多种植观念在几百年间也是挺激进的啊那我就稍微补充一下吧就还是就是我刚好手边有一本书 他提到了这个关于中国的这个互联社会精英然后以及这个妇女群众在一个女权主义进程中的一个冲突关系 就是这本书他首先翻译了呃 首先说的这个社会精英更更接近于我们所谓的这种学学院派的这种呃女权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 他们会受到了这种呃西方的女权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然后呢他们对于本土的一些这个性别的一个进程性别平等的一个进程他会有一些呃和主流的官方的意见不太统一的地方 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刚刚这一批的学院派的这种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刚起来的时候 他们跟这个互联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就是他们关注的是所有的这个女性的群体 我指的是这些这个社会精英啊就是这些呃女性的知识分子 然后他们会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 然后倡导不同阶层的女性都应该享有这个平等的人权和尊严 包括一些经常被社会忽略的边缘女性群体 就比如说性少数啊然后性工作者等等 但是呢这些呃女权知识精英呢 就是他们跟这个呃复联的关系比较暧昧 就是他们这女权知识精英中呢 他们有一些人呢他们也属于体制内就因为有因为我们这个跟我们的学术机构的一个建制有关 他也属于这个半体制内的然后也会跟这些体制内的成员保持一定的联系 但是复联他们的官方性质会让他们在一些性别敏感事件中是处在一个沉默的一个缺席的状态 就比如说复联从来不会说我官方表态说我介入一些性少数的一些话题他不会做的 然后包括这个在这个性工作者的一些议题上他们也不会做的 就比如说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广东东广那边不是有一个扫黄吗 但是在一个扫黄的一程中就发现了什么就是对于一些女性性工作者的一种呃通过一些性侮辱的方式来这个呃起到一个规制他们行为的一个作用 那当时呢就有很多这种女性主义的学者啊这种女权的精英然后他们就出来站出来反对说 呃即使我们的性工作是不合法的但是我们应该给性工作者去对话至少我们要尊重性工作者的人权 但这种的这个声音呢就是让复联他们不好出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性别敏感事件 他们没有办法发生就复联是一个缺席的状态 然后呢就是社会又会把它呃reframing就把这些呃女性学者的声音变成说哦他们在支持卖淫 就是就相当是一个非常呃非常矛盾的关系 因为他的这个呃实际上他知识分子和这个官方之间的博弈在这个中国的这个postmall era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就是因为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就是官方他认为我的意识形态我一定要控制住这些知识分子 因为你们太背离我们的话哎我就觉得会有一种potential subversion 对吧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这些女权的精英呢就是这些学者他们如果需要让自己的声音被社会听到那怎么办 他们还需要依托于互联就是包括很多的这种高校的这些呃性别研究的中心 他们还需要去挂靠互联让这些互联的人来入住来给他一个怎么讲一个授权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让自己的声音更有可能被上面就是做出决策的这些人所听到 他们因为我们目前缺乏一个制度化的表达途径 我们唯一能依靠就是互联这个中间人的角色 虽然他更偏向于官方但是你们如果没有他存在的话你更上不去 你更不能上达天听了 所以就是呃他仍然是处于一种呃中间人的一个角色 你又不能没有互联虽然他经常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他不太起作用 甚至有的时候他起到一个助纣为虐的作用 但是你没有他的话你你上面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博弈 他政治精英指的就是这些进入到体制内的这个呃女性的官员 就是也就是因为响应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他其中有一点就是一个性别主流化 性别主流化就是在我们制定所有的决策的时候 我们要把性别平等这个意识纳入到我们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中 使得性别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 就是你社会会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把性别这个视角你要纳入进来 不是说以往的你就默认一个男性主导的 然后你就默认说我们是男性主导的 但是又让性别歧视的这个东西他是消瘾的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就是呃我们的社会精英就指着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就比如说他们能接触到一些联合国的一些理论啊 他们说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把性别平等纳入到其中的一个目标之一 但是呢在这个体制内的精英 他更多的代表的是一个上意 就是代表的一个nation state的一点 而不是指的这个女性本身的权益 就是他对于女性政治精英的一个定位 就是他首先是呃官员 他是一个在权者 其次他是社会精英 最后他才是女性 所以说就是很多情况下 我们会呃认为说我们只要增加这个女官员呀 女法官啊 我们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会变好 但是这个这个观念可能是比较理想化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呃 离婚率就是离婚判离的这个比例非常低 但是有很多人就说那我们增加这个女法官的比例 他是不是能改善这一点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改善 为什么因为他在体制内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呃 这个参考的标准是一致 就是他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就给你下了纸标 你一年只能判多少个离婚的 你无论他是男是女跟这个法官的性别没有关系 你都得遵照这个纸标 你不按照这个纸标来的话 你一个是你的生鲜没有保障 一个是你自在范文也保障不住了 所以说就是当这个 他们认为就是当国家的利益和妇女的权益 产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这些女性的政治精英 他肯定首先站的是在Nation State这一边 而不是会站在这个妇女的这一边 所以呢就是 他们对于这个女性的社会精英的一些表态 甚至是对于这种运动式的这个女权主义 它是一种非常反对的 甚至是非常抵触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也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忽视到的 就是女性的精英 无论你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精英 你跟这个妇女大众之间 你有一个脱节存在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女性知识分子 他们在很多的这种权力上的倡导 更多是以这种城市的一些居民 他们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然后为出发的 因为农村的话 一个是法治建设的不到位 一个是他们也没有这种 去用法律维权这样的意识 所以说在近几年 他有一些公益的律师公益的诉讼的话 他是有一些改善的 就是他使得这些农村的这些女性 有了利用这个法治去维护自己权益的 这样一个意识 就比如说这个农村的宅基地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在退休这个问题上 就产生这种女性的社会精英 和这个女性的劳工大众 他有一个分析 就比如说 我们从这个最基本的公民的权益来看 这些女性的精英群体 他们会说我们要求这个男女要同龄退休 甚至说要延迟退休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男性要比女性多五年的这个工作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退休金和待遇上完全不同 但是对于这些这个从事比较重体力工作的女工来讲 说你延迟退休你要类似我 而且我能获得的这个退休金来讲 也跟你们这些女性精英所获得的是不一样的待遇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退休的工资 退休金的发放 它是跟你的单位的性质是直接挂钩的 那这些女工的话 他说我们既不能享受到 你们延迟退休的这种退休金的福利待遇 然后我们还要再多累几年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建议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女性精英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比较底层的这些劳工女性之间的一个权益的一个分歧 就是从这些不同的女性的这个群体之间的一个利益的博弈来看 我觉得它实际上不只是这些女性之间的博弈 是他们所代表这些social status 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间的一个博弈 社会权利方面的博弈 这也是贯穿在我们的这个本土的女权主义进程中的一个过程 它不光是一种学术方面 你们两个方你是本土派 你还是西方派 一个论争的一个问题 它更多的是跟我们的social status 跟我们的一个更宏观的社会背景有关系的 那我们今天告一段落了吧 我们下一次就是Tory老师精彩的这个domain specialty的这个移民和就是润文化的这个讨论 非常的期待 参加我们就两周之后再见 啊我我明天会把reading新的reading发一下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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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